应该有印象,就这几年,国际格局好像越来越乱,越来越无法预测。 那么在众多的乱象当中,中美矛盾突出应该是一个特点,是吧? 然后去年世界遭遇到一个疫情的行迹, 我个人是把这个新冠疫情叫做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 是吧,截止到今天,感染数是1.78个亿,死亡数是378万人, 然后经济受挫很重,是吧? 它的影响有点相当于一个世界大战, 这个,而且可能上面还会往上走, 因为那个疫情还在发展, 有可能最后感染数超过两亿人,是吧? 然后死亡数过四百万,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它是这样, 它没有改变那个世界原来的趋势, 但是它有点加速,有点加速, 包括中美那个关系,都进一步的话了。 就理论上讲,新冠疫情是一个共同挑战,对吧? 它是个敌人,应该中美联手对付它吧? 但是你们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至少在美国方面嘛, 疫情过后啊,对中国的那个忌讳, 对中国的防范就更加强了, 因为使得这个关系又更严重了,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情况, 中美关系很不好, 成为国际矛盾的那个焦点, 而且对我们的外交是有压力的。 中美关系不好, 我们外交处境就是变得差了。 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你可以体会到中国外交现在多么难。 美国是不是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 全世界的工人吧? 所以美国实际上是地球村的一把手, 对不对? 就是村子书间冲友会主任, 对不对? 然后美国现在把我们当对手要整我们了, 你们体会一下, 是不是这样, 相当于你们单位的一把手, 纯性要整你了, 你还调不走,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外交的手机。 而这个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 短期内好不了的, 然后具体讲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这个, 刚才我看那个杜主任也讲到, 中美关系不好, 我们很多具体的东西受影响, 比如说, 你要去美国投资, 肯定就是比较困难, 它会挑剔, 对吧? 对美贸易, 税收比较高。 然后现在美国不仅是在美国国内整我们, 它那个长臂管辖, 它在别的国家它也干了, 在别的地方投资它也会整理, 说你这个腐败啊, 不透明啊, 强托劳动啊, 搞这一回东西。 所以中美关系也好, 不好我们影响是全面的啊, 首先就是贸易受影响, 还有人与人交往都受影响, 现在我们中国人去美国就不方便了, 对不对? 除了疫情影响啊, 签证受影响, 现在有一点点清楚了, 如果你父母啊, 这个小孩, 父母是那个公安的, 或者国家, 国安部的, 是吧? 他就不给你签证了, 那这已经比较明确了, 是吧? 其他人呢, 他可以再去, 但是呢, 他不让你学他的高科技, 美国高科技很好, 比我们好的, 对吧? 自己在那里承认吧, 因为他不让你学了, 他让我们学什么呀, 让我们孩子学, 让你去学莎士比亚, 学英语, 是不是? 那你学回来有什么用啊? 你花好多钱学个英语, 英语在我们复旦大学也可以学啊, 是不是? 好多东西不让你学了, 去年, 美国最好的两个工科大学啊, 东部呢, 就MIT, 就是麻省理工, 西部呢, 就是那个加州理工, 加州理工我们前老, 前学生的母校, 去年这两个最好的理工科学校, 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都没有入去, 全军父母,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影响啊, 只是其中一部分, 其他影响还有, 还有别的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 所以, 哎呀, 中美关系是不是太好, 现在矛盾的一个焦点, 下面我们怎么看, 分析一下啊, 那那中美关系讲完了, 我想谈谈那个叫百年变局, 是不是最近那个习主席啊, 跟我们干部经常讲, 要记住两个大局啊, 一个大局就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局, 一个就是世界的百年大局, 那么民主复兴大局, 大家有自己的体会啊, 我又待会重点讲一下, 就怎么理解那个百年大局, 哎, 大概主要是这两部分内容, 那么最后一部分内容呢, 我谈一谈呢, 就是咱们国家面对内外情况的变化, 也有一些新的思路, 然后这个新的思路, 我认为呢, 是集中体现在去年, 十月二十六号到二十九号, 在北京京西兵馆开的那个叫十九届五中全会上, 那里面有好多新思路,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三部分内容, 中美关系, 百年变局, 这个我们的新思路, 当然在分享我这个观念以前, 还是有个情况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呢, 很多元化的, 任何问题呢, 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下面要分享的, 就是其中的一种看法, 一家之言, 一己之见, 不是什么标准答案, 而且我很坦诈, 我的观点呢, 在学界有点意外, 我偏乐观, 我觉得咱们中国啊, 虽然问题重重, 但是呢, 问题不大, 我们能克服, 中国很多学者啊, 偏悲观, 他们天天盯着中国的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他不知道, 所以就很焦虑, 对吧, 大部分学者都是这样, 盯问题, 很焦虑, 甚至有些人呢, 有点坏了, 他就是贩卖焦虑, 对吧, 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你们, 你们这个要知道, 就是传播学有个基本原理啊, 就是人性啊, 很怪的, 人性是喜欢焦虑的, 人是天然喜欢负面新闻的, 知道吧, 你跟他讲负面新闻, 他听得进, 一个人讲正面新闻, 他听不进来, 所以新闻界有个理念, 叫坏消息是消息, 是吧, 好消息, 比如说, 今年夏凉又过风收, 没有任何人转这个新闻, 是吧, 很有意思啊, 打个地方杀了人, 哇, 像我们最近负担倒霉了, 哎呦, 满市里满网就跑了那, 这是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 谈不上好坏, 反正就是这个事实, 就是人性喜欢负面新闻, 然后, 有些学者他有点坏, 他就给你贩卖, 贩卖负面新闻, 那个, 那我是不喜欢这种风格的, 那个, 我觉得我们学者们呀, 主要要实事求是, 这个, 这是我坚持的原则啊, 能不能做好, 我也不知道, 请大家批评, 大家检验,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从现在的中美关系谈一谈, 然后谈到未来, 那个,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在前面的四年了, 是不是美国有一个商人总统管那个美国, 叫特朗普, 对不对, 这个人是很例外的, 他没有住过一天公务员, 一直在经商, 是吧, 那个, 然后突然就当总统了, 所以他确实是在美国政治市场很厉害, 非常厉害, 这个, 然后呢, 对内呢, 他制造了很多矛盾, 嗯, 然后对外呢, 他把中国当对手, 知道吧, 这个, 然后呢, 是不是在他论内啊, 连续三年, 就18, 19, 2020, 这三年了, 就是中美关系啊, 就是好像直线下滑, 是不是, 以至于到他快结束的时候, 挺危险的, 中美关系, 这个, 因为, 到他任期快结束的时候, 他就很疯狂, 天天就说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 然后向中国索赔, 最近还在讲啊, 就是上个礼拜, 出来一个集会上讲, 说这个病毒就是中国病毒, 然后美国至少要向中国索赔, 十万亿美元, 最近还在讲这个, 这把中国人气得多呛, 对吧, 中国说那个病毒, 确实是在武汉爆发过, 但是现在很多证据, 这病毒早就有了, 在世界上, 知道吧, 在武汉爆发以前早就有了, 好多地方都有啊, 所以要查可以啊, 我们家已经接待过两次那个巡视组了, 是不是, WHO不是两次派专家组来吗, 我们家接受两次巡视了, 我们中国说, 你们家至少得接受一次吧, 然后美国人不投意, 这个, 所以, 就是, 应该讲的特朗普后期中美关系真是挺不好, 而且有点危险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国务厅啊, 叫蓬佩奥, 明确说了, 说那个, 过去五十多年吧, 就是从那个七一年, 七一年七月, 是不是美国有一个人, 叫基辛格, 秘密访华, 对吧, 秘密访华对中国有个承诺, 就是台湾问题上他要自我约束, 就知道了, 然后, 同胞讲啊, 从七一年开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所有的自我约束, 全部作废, 这个非常危险啊, 是吧, 因为台湾问题是我们最敏感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做得过分, 那就很危险了, 所以, 这就是我们, 在过去三年看到的中美关系, 整个曲线往下滑, 到了那个老先生, 快退的时候, 很危险啊, 但是呢, 后来还比较幸运啊, 我们去年美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总统大选, 社会挺分裂的, 那个, 最后, 但是最后赢的是这个拜登总统, 1月20号拜登就执政了, 这个, 那么拜登执政以来呢, 大家好像就是放心一点, 就中美关系放心一点, 那个, 那么, 但是从拜登1月20号执政到今天吧, 这个, 这个差不多就快五个月了, 到6月20号就五个月, 对吧, 现在就接近五个月啊, 然后大家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好像有两党啊, 对中国的态度差不多, 都把中国当对手, 特朗普明确讲中国是对手, 因为拜登好像也这么说, 对吧, 所以这个是给一个, 我们怎么启示呢, 就是现在, 无论谁掌握国会, 无论谁掌握白宫, 他们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是一致的, 就把中国当主要对手了, 这个, 这样就导致一个后果, 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就变了, 我认为呢, 从那个72年呢, 李克宗访华, 一直到2017年底吧, 这个, 这差不多四十五年啊, 这个中美关系呢, 是既竞争又合作的, 但是呢, 从17年底开始, 中美关系就进入到竞争为主了, 这有个根本的性质变化, 那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今天晚上到百度上呢, 就找一个报告, 就是2017年12月18号, 美国国防部啊, 公布了一个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个报告呢, 对中国的性质啊, 就做了重新定义, 说中国啊, 是个修正主义国家,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是个挑战美国秩序的国家, 这是以前没有的定义, 在那个之前呢, 对中国总是有一点期待的, 就这么跟他讲, 1972年呢, 李克宗啊, 在中美还没有建交的情况下, 他跑到中国来了, 对吧, 然后在离我们这不远的景江饭店, 签了那个上海公报, 对不对, 这个中美关系就变化很大, 从敌对啊, 变成了那个相对友好, 所以1972年中美关系的大转折, 对国际关系影响也是挺大的啊, 那么, 然后呢, 那么为什么1972年那个李克宗啊, 还中美没有建交, 他跑过来, 他跑过一个礼拜, 他在美国外交史上很罕见的,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对中国呢, 有两个想法, 第一, 就是要拉我们中国对付苏联, 这是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当时这么一个背景, 大家知道二战以后, 美苏就进入到冷战状态, 全球PK, 全球打, 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就冷战的主战场, 军事对抗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 是在中欧, 就是东西德那个地方, 而中欧是个大平原, 大平原有个什么特点呢, 是陆军军决胜, 知道吧, 所以他们的主战场是在中欧, 中欧那个地方呢, 决定性的力量, 军事力量是陆军, 而陆军呢, 是苏联强大, 沿着那个东西德边界, 苏联这边一直部署了五万多辆重型坦克, 而那个, 而那个北约啊, 就美国这边一直就是两万辆, 所以就陆军是这边, 就主战场是陆军, 而陆军这边是绝对有优势的, 华约, 然后呢, 五六十年代啊, 美国有一个东西制约啊, 就是美国的核武器很厉害, 五六十年代始终是美国核武器厉害, 那个数量不行, 那个, 所以就有一个平衡, 你这个常规武器陆军也厉害, 但是核武器我厉害, 对吧, 所以就形成一个平衡, 但是呢, 告诉大家, 就是六十年代初, 是不是有一个捕发导弹危机, 对吧, 这个导弹危机怎么来的呢, 就是苏联呢, 觉得啊, 哎呀, 我跟美国对抗, 我吃亏, 为什么呢, 沿着整个苏联的边界啊, 都有美国的盟友, 然后美国呢, 当时在军事上有这个优势, 就是一顿美国有很好的轰炸机, 那个可以带核武器炸, 还有一个就是沿着它的边界, 部署了好多导弹, 当时导弹都打得挺近的, 就是一两千公里啊, 所以呢, 就是美国可以打到苏联, 苏联打不到美国, 于是在赫鲁小湖就冒险, 那个时候苏联没有,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什么, 图160啊, 195啊, 图95啊, 没有那种风打机, 风打机都很短, 然后呢, 它就跑到古巴去部署那个导弹去了, 它有点冒险, 那结果呢, 被美国人发现了, 那美国人反应强烈啊, 封锁五八, 包括封锁苏联海军, 最后, 最后, 赫鲁小湖就, 就浪布了, 最后就老实实把那个导弹给撤走了, 这部署还有点屈辱, 一个苏联舰队啊, 二十几条舰, 被美国几百条舰围着, 然后很屈辱的, 美军上了苏联的军舰检查, 这对苏联红军是奇耻大怒, 导致后来苏联红军就放弃了赫鲁小湖, 所以1964年呢, 赫鲁小湖就下台了, 下台的时候呢, 是伏列列夫啊, 柯西金啊, 他们几个人拉上水啊, 到了朱克夫, 类似是猪狗, 就军机啊, 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 啪弄到莫斯科, 就趁着赫鲁小湖啊, 在外面渡将, 然后他们几个人把那个中央委员, 拉到莫斯科, 开了个会, 把总书记给赶下台了, 后来赫鲁小湖, 这个这个, 说是身体原因嘛, 下台了, 他女儿不是一个回忆怒, 说爸唯一的身体原因, 就气着了血压高了, 这是个历史背景啊, 就是这个美苏冷战的时候呢, 大概军事上就这样, 这个主战场在德国, 然后是陆军为主, 陆军苏联有优势, 然后美国老呢, 就是用那个战略武器来平衡它, 然后呢, 苏联为了, 因为战略武器有弱势啊, 为了这个反击呢, 现在就跑到古班附属的导弹, 结果呢, 又偷偷地部属进去了, 最后又, 又灰溜溜溜就又撤出来了, 知道吧, 那苏联武器受到这个起始大能以后, 就开始拼命发展核武器, 通过十年努力啊, 在六十年代末, 核武器就跟美国均衡了, 那均衡以后美国就很尴尬了, 知道吧, 因为核武器, 原来他有优势, 现在均衡了, 均衡以后又长颗武器不行, 怎么办呢, 美国就要找帮手, 然后就找到了中国, 因为像那个李德聪啊, 基金阁还是有全球视野, 他全球一看呢, 说经济上呢, 西欧复苏了, 日本崛起了, 可是军事上不行啊, 军事上发现谁行呢, 中国, 虽然当时中国很穷, 但是是不是我们独立地拥有了两单一星, 而且中国呢在朝鲜, 在越南跟美国交手, 打得不错啊, 是吧, 所以李克宗觉得, 啊, 中国是有价值的, 然后就决定要跟中国好, 然后呢, 就找了个机会跟中国好了, 就是两国乒乓球队相互来往, 是不是四月份, 网上出好多文章纪念庄泽洞, 对不对, 因为张先生很例外嘛, 他是起了一个小球推动, 大小的作用, 对吧, 他是世界冠军, 在这个乒乓球界挺棒的啊, 然后在那个日本呢, 这个第26是那个叫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刚拿了冠军, 对吧, 然后出现了很奇怪的事, 他出来啊, 就是很多粉丝上的签名, 就是吧, 就会让他出来晚了, 就是因为一个团是一个车嘛, 然后他一个见过就跑到一个车上, 那个车团是美国那个乒乓球队, 咱们乒乓球队已经走了, 那美国乒乓球队的队长叫柯恩嘛, 一看哇, 他是明星人来的嘛, 他刚才冲过来就跟他交朋友了嘛, 后来还挺好, 他就, 美国乒乓球队那个车就把他送到了中国那个宾馆嘛, 然后他们俩就成了朋友了, 然后呢, 回来以后他就报告, 我误伤了美国乒乓球队, 然后他论识了那个队长柯恩, 后来周总理就报告了, 当时龙格啊, 人家左向这种事, 都是这个事儿子吧, 然后就报告, 报告一会儿, 老鼠说, 哎呀, 这好啊, 有戏啊, 这个啊, 那他们俩交啊, 然后请美国乒乓球队来, 最后他就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了, 然后美国乒乓球队也请赵子东东们去了, 那么当时你们知道中美关系不好的对不对, 我们在朝鲜那边跟他们打仗吧, 因为当时两国乒乓球队一走, 就是他听音响就好了, 有好多美国人呐, 在文革的时候觉得, 中国都是一帮杀人犯的, 就是红小兵, 红小兵拿着枪准备刺美国人, 后来一天又, 曹泽东啊挺棒的啊, 中美人挺好的嘛, 于是这个民众形象就改变了, 对吧, 然后回来就有了两国领导人的交往, 这个就在外交史上叫做, 著名的叫小球推动大球, 好, 那么当时告诉大家, 红小兵跑来呢, 亲爱的跑来, 他是有目的的, 他也不是没目的来, 他两大目的, 第一目的就是用中国的苏联, 现在看来这是很对的, 对吧, 因为中俄一步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俄罗斯就腹背受敌了, 东西边, 是不是有那个北约亚太, 东边有中国嘛, 他战略地位就很不利的嘛, 对不对, 所以红小兵拿往中国, 对不对苏联, 这是达到目的了, 然后, 第二个呢, 他实际上是在后来一本书, 题目就叫1999不战尔胜, 在这个书里面, 一个明确讲过, 他说我到中国来啊, 是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就是把中国引入到美国的体系, 他对中国有三个期待, 第一期待啊, 通过中美交往啊, 让中国市场化, 中产阶级化, 然后呢, 就走向那个叫西方多党民主, 政治上, 这个通过市场化改革, 城市化, 中产阶级化, 走向多党民主, 第二呢, 就是希望把中国啊, 纳入到美国全球体系, 然后给中国一个定位, 就永远要做那个低端打工仔, 这一段时间把中国叫世界工厂嘛, 第三个就是战略上啊, 希望中国就成为一个很大号的日本, 就战略上跟着美国走, 说到美国开会啊, 我们就跟包, 拎包, 我们真的有角色啊, 那结果呢, 到了17年底啊, 他们全部失望了, 大概知道17年10月18号, 是不是我们开了中共十九大, 实际上讲了三个小时, 二十九分钟的报告, 是不是, 这让美国人很失望啊, 美国人现在, 到17年底他发现这样, 第一个, 中国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了, 苏联没了, 对付苏联的价值没了, 后来呢, 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打那个本拉登, 用本拉登给打死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第三方危险, 所以中国的战略价值相强, 然后还有中国的发展, 他很失望啊, 那个, 因为什么呢, 他发现政治上啊, 哎呀, 中国强调党的一员化领导, 对不对, 还试着自信, 对不对, 不仅没跟他学, 还自己走出来, 政治上很失望, 经济上也很失望, 因为中国产业在迅速的升级嘛, 对不对, 美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就是天天给我做袜子, 做衣服啊, 做那个家具啊, 做香包, 做圣诞节塑料礼品, 一定是他最喜欢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有一年啊, 美国那个Time杂志, 时代周刊, 那个年度人物就中国农民工, 所以他最喜欢这种, 就是做低端打工的啊, 但是后来发现中国呢, 不满足于低端打工, 哎呀, 我们再升级, 一开始是八一件乘以换个婚姻飞机吧, 后来是什么呢, 我们开始做白色家电, 是不是, 很快, 四架电视机, 80%是我们的, 然后这铿条, 一个75%是中国的, 冰箱75%是中国的, 就是白色家电给我们占领了, 这个呢, 他还能接受, 因为他觉得白色家电, 反正我已经被那个日本思想中摧毁了, 你们再取代日本, 跟我没关系啊, 这第二个升级他可以的, 但是再往上他就警惕了, 比如说我们开始搞顿购机, 搞高铁, 他就紧张了, 知道吧, 那么, 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升级啊, 就是在咱们上海, 搞那个商飞, 搞大飞机, 搞五计, 这个他就给你挤了, 他说这是我的地盘, 你怎么寄进来了, 所以经济上他就不干了, 这两个失望了吗, 政治上经常, 还有战略上也失望了, 战略上不仅没有跟美国跑, 还自己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美国人看来, 我们中国搞了一个叫一带一路吧, 那是挖踏墙脚啊, 在江湖上命令蒙古啊, 他就急了, 这种变化, 你们又是价值了, 因为第三方威胁没了吗, 然后你各方面反正都违背我的预期, 对不对, 于是结论是什么, 结论到一七年底, 一七年, 具体讲一七年十二月十八号, 就是那个四年一度的, 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就得出一截然, 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 目前是两个竞争者, 中国和俄罗斯, 然后他还有一个远期追上, 说从长期观点看, 中国是唯一竞争者, 现在是两个对手之一, 未来是唯一, 因为美国人认为呢, 俄罗斯这个国家经济上是没有前途的, 这个国家已经调到资源陷阱里面去了, 对吧, 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靠这个资源, 我们讲的新兴产业, 什么大数据啊, 什么的东西, 跟俄罗斯没关系, 新能源车, 跟它没关系, 所以他们长期不太靠好俄罗斯, 这就麻烦了, 所以中美关系, 我认为啊, 一七年底是个转转年, 就是它的整个精英层, 对你的看法彻底变, 别再对你还有一点期待, 在这里面期待, 然后这样一来就很麻烦了, 因为它对你的基本看法变了以后, 就开始走向对抗了, 仅仅, 一七年十二十八号发表这个报告, 对你看法变了, 一八年三月二十二号, 仅仅三个月以后, 是不是发起了对方贸易战, 对不对, 其实我讲的不太准确啊, 我们过去三年呢, 我们媒体一直讲中美贸易战,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还是不准确的, 严格讲应该是美国对华贸易战,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 我们是背后应对的, 对不对, 不是我们主动跟美国调限吧, 所以讲中美贸易战, 其实是不准确的, 严格讲应该是美国对华贸易战, 这个比较准确, 对不对, 这就是过去中美关系的变化, 一个大的结论, 就从72年到17年, 中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 但是从17年底开始, 就是竞争为主了, 然后特朗普呢, 他因为性格比较暴躁嘛, 他就把这个矛盾就比较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换了一个美国总统, 按道理应该好一点吧, 没好, 没关系, 还是竞争为主, 因此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无论谁掌握国会, 哪个党掌握国会, 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 然后竞争为主,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们国内还是有一些, 有点幻想, 国内有一部分知识界的人士, 哎呀, 中国关系不好, 如果有责任, 就中国太凶了, 特别是怪那个, 我们外交部官员, 说你们战狼外交, 太凶了, 我们要是柔和一点, 姿态低一点, 当点故就好了, 这个不是的, 这个是幻想, 就是我们姿态低一点, 柔和一点, 中美关系结构已经变了, 知道吧, 过去几十年, 我们都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 坏不到哪里去, 这个话是老的外长前提升讲的, 我们都在这么说, 现在必须变老了, 这个话不能再这么讲, 现在得这么讲, 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 那是肯定的, 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 那是魏建德的, 就改了这个了吧, 这是一个, 中美关系, 我们根据这两任总统的表现, 得的结论就是, 战略上, 我们进入到长期进资阶段, 这些都会很长, 十几年吧, 那个, 好, 这是悲观消息, 但是悲观消息完了以后, 来讲点乐观消息, 就是战术上讲, 我还是认为特朗普难对付, 这个老兄, 这个拜登要好一点, 这个跟有些学者看法不一样, 我们有些学者就说, 哇, 这个拜登比特朗普狡猾, 是吧, 因为, 不, 就是拜登比特朗普狡猾, 因为老特的毛病是性子刚立, 他看谁不出眼, 马上就打, 对吧, 他不仅打中国, 还打盟友, 是不是, 打贸易战不仅跟我们打, 是不是跟日本、 欧洲都打啊, 所以老特的特点是单打独斗, 直来直去, 而这个拜登不一样, 拜登很狡猾, 他拉张结派, 他是群殴, 所以又有这种看法, 说拜登比特朗普难对付, 那我不是这么看的, 我认为总体来讲, 还是拜登要好一点, 因为特朗普这个人有点危险, 特朗普他喜欢冲突, 这个人性格就喜欢冲突, 我天天在推特上跟人家对骂, 他高兴, 他有点人赖轰子的吧, 所以我今天跟王主那天中午吃饭, 我讲, 特朗普在美国历史上, 以后可能定义啊, 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个赵宝派, 他的赵宝派第一个特点很像, 就是他喜欢冲突, 赵宝派的特点是不是, 与人斗其乐无穷, 对不对, 正常人是避免斗嘛, 他喜欢斗就知道, 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是一样的, 因为赵宝派是打破工年法, 不喜欢规矩啊, 老特也不喜欢规矩啊, 老特做了四年总统, 既然呢, 他退的时候啊, 国防部一半的局长都没有任命, 他很讨厌技术官僚, 他任命的都是那种临时的顾问, 这是相当于搞各种文革小组一样, 这是原来的官僚他们喜欢的, 宝一方这个读文, 很奇怪的, 这是题外话, 总之就是他有点例外话, 这个人, 然后呢, 在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什么危险的人, 他寻求冲突, 这很危险, 而且事先呢, 他也不跟你讲道理, 一般的领导对你有看法, 主席先跟你谈个话, 再动不说, 他不是, 他上来就动不说, 而且移动不说就打脸, 所以这条毛头就很难控制了, 那老拜登不一样, 拜登这个人呢, 是一个标准的政客, 他是二十九岁, 当那个州议员, 他今年七十九, 五十年党年了, 老党年了, 是不是, 这个, 所以他是政治上很沉稳的一个人, 你想, 从政五十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还是挺厉害, 对吧, 这是一个, 他是很沉稳的一个, 有经验的领导人, 然后呢, 中美关系上, 他态度是对的, 他什么呢, 他上来以后啊, 反复地讲说, 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空跟中国将有长期的, 全面的, 激烈的竞争, 但是他马上会下一条, 但是我们不寻求冲突, 这个就很好啊, 英文讲的叫,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这跟我们中国一个态度是一样, 我们中国是不是经常讲, 中美关系要斗而不破, 对不对, 那跟他是一样的嘛, 他说,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我们说斗而不破,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基本立场一致, 另外呢, 哎呀, 这个人呢, 就做事儿有边界, 是吧, 另外他弄得人挺靠谱的, 大家都今天早上看到新闻, 昨天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给我们那个杨洁篪这个政治局委员打电话了, 对吧, 还是寻求我们帮忙嘛, 在朝鲜问题上也帮他嘛, 然后呢, 前两天是不是商务部长跟我们那个商务部长帮文涛打电话了, 这个也是希望中国多进口一点东西, 我们再找先是不是耶伦财政部长给那个刘鹤副总理打电话, 要干什么, 说兄弟买一点国债啊, 是吧, 他就骂你啊, 私下发现这个问题闹不开你, 没地方办法解决不了, 白天劈腿, 晚上, 兄弟啊, 白天工作的关系, 没办法只好骂你, 是个饭, 做法就挺俯达的, 不是我们面杖看到那么简单的, 是吧, 那个,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 这个老先生呢, 是有底线的, 是吧, 那用的人呢, 比较泡河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交道的, 那他承认他, 中美, 要对话, 你看那个, 这个才两个都打到四中电话, 对不对, 他面与对话, 老特有一种报名, 他对你生气以后, 理都不理你, 打电话他不接, 是吧, 现在是老兄还愿意对话, 对话就是好事, 对不对, 因为他承认还是有些问题要合作, 比如说气货问题, 他很重视气货问题, 让他知道气货问题必须跟中国合作, 那我们中国也很愿意跟他合作, 对吧, 所以至少这一点还是合作了, 另外呢, 像朝鲜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 他们肯定闹不开中国,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那个防恐, 永远还是个可以合作的, 另外维持, 比如说国际金融稳定, 双方肯定是有一直性的, 对吧,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就是从战略层面来讲, 两党都把我们当对手, 所以中美关系紧正为主了, 没办法了, 但战术层面来, 这个老兄要好一点, 那么既然好一点呢, 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跟他谎做关系了, 那么现在我看我们中国, 外交就是一座谈, 虽然美国批评我们, 我们也反批评, 但是你看该对话对话, 该不说不说, 应该是总的目标, 就是让中美关系在拜登的四年, 维持平稳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 因为特朗普的后三年, 中美关系的曲线一直往下滑, 再滑下去就危险了,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平滑, 就不要再下滑就OK了,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指望中美关系往上走, 因为整个美国现在是访华的这个情绪站在上风, 所以, 就是你整个那个态势啊, 就死也, 事也, 这个事是中美国对抗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指望他往上走, 不限时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不指望往上走, 但是我们期待不要往下滑, 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希望平稳四年, 就可以了, 那个, 那么如果这四年平稳, 我们当然忠心的期望, 拜登先生再干四年, 这样就有八年平稳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情况这样, 拜登先生你表态了他要连任的啊, 那是好像挺难的, 现在他们党内啊还不太同意, 就年纪太大了, 他现在七十九, 他再连任不是八十三是吗, 是吧, 他们现在也懂中国文化, 说七十三八十四, 那是不吉利的, 是吧, 别说现在党内啊, 现在很多人说你算了, 干一切算了, 那是这样的, 如果他这四年中美关系平稳, 那么后面无论是谁啊, 第一年问题不难, 为什么第一年他没有亲事中文, 他家里的事多嘛, 对不对, OK,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啊, 这个, 那么除了中美关系呢, 有几个热点啊, 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呢可能当然要做好准备, 就是这个疫情呢, 可能还得持续好几年, 后面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人类呢, 现在肯定比古代厉害啊, 这个疫情出来一年以后, 是不是疫苗就出来了, 对吧, 那个目前疫苗呢, 主要是四家啊, 就是中国, 美国是最好的, 然后第二梯队呢, 是这个俄罗斯和英国, 英国有个药叫阿斯利康, 那英国自己生产很少, 主要是让印度生产, 就技术是英国的, 生产是印度啊, 主要是中国四家, 这个, 那其他呢就没有啊, 这个, 像日本, 日本其实是疫苗大国, 但是现在就废掉了, 什么原因会呢, 就日本, 原来那个疫苗出了几个事故, 出了事故以后呢, 就索赔, 赔上特别厉害, 索赔的结果就是日本疫苗产生的不干, 这个是疫苗, 它有点自费无功了啊, 那么欧洲呢, 欧洲原来历来是世界疫苗的强国, 这个, 但是这一次新冠疫苗啊, 他们就没有做, 这个, 应该是欧洲的政府出了问题, 大家要知道疫苗的管理呢, 它这个投资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其实它疫苗生产是很难的, 投资是很大的, 但是呢, 如果你运气不好, 比如就像那个SARS, 是吧, SARS呢, 你拿到了这个病毒株, 我们开始研究, 刚研究出来, 刚生产的第一批, 哟, SARS没了, 就傻眼了, 知道吧, 所以疫苗生产必须有政府这个担保, 就是你去生产, 是吧, 如果赔了以后, 我至少把你的本儿给包, 结果呢, 欧洲, 欧洲现在各国财政都不好, 就没有政府承担这个责任, 那人家私人气就不干了, 所以弄得就很尴尬, 强大的工业国, 欧洲, 日本, 没欲望, 只靠私家, 整个世界靠私家, 是吧, 这些确实供应不上来, 那目前基本的情况就是, 中国拼命地打断, 中国现在已经八亿多几了, 我估计明天就是几九亿几了, 我们还挺顺利, 我们经常四到五天吧, 一亿斤, 对不对, 那个, 呃, 地方政府力度很大, 好像上海力度最大吧, 上海洋谱区, 好像打一针给两百块钱, 什么那个, 拷护卡, 北京呢, 是打一针十个鸡蛋, 打两针二十个鸡蛋, 哈哈, 不是吧, 中国现在是, 它其实有点政治用, 虽然说不强迫, 虽然不强迫, 但其实是有点, 是吧, 像我们单位经常论, 就老在那儿蹲进, 别人打钉不打, 其实有心理压力, 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啊, 马上九亿震, 我估计啊, 八月份, 到八月底啊, 那现在的速度啊, 二十一针打完了, 二十一就打了十亿人, 对不对,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 就是防御屏障就OK了, 美国现在问题也不错, 它打疫苗现在很快, 对是, 所以它问题也不大, 那个, 这样呢, 就是我们两家问题不大, 但是世界上呢, 它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可能得, 我们都搞定了, 那我再开始, 世界那个援助, 目前呢, 我们做的最好, 我们大概, 除了我们中国国内打, 我们现在给世界上呢, 已经提供了三亿多针, 已经打完了, 那个, 而且我们得到的订单呢, 还有六亿多针, 就是我们承诺了九亿多针, 没问题的, 那个, 美国现在也不错, 我看, 就是现在它也开始捐献了嘛, 它已经第一批是八千万了, 那个, 然后那个, 它承诺了八千万, 然后其中两千五百万, 是很快就要发, 其中就给我们的台湾那个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针, 前两千, 是不是美国三个医员做的那个C17啊, 美国最大的军用艺术机跑台北去了, 因为它是打个插面球, 弄得我们这个很难受, 还能跟我们打到, 我说, 我送疫苗给他啊, 你没责, 我们说你送疫苗可以, 没问题啊, 因为台湾同胞是我们同胞, 我给他疫苗, 台湾神经病呢, 他不要我们疫苗, 是吧, 我们就给了好几个地方, 国台湾说我送, 他说不要, 然后我说那福建省送行吗, 他说也不要, 然后再这样, 说厦门行不行, 也不要, 台湾现在有点毛病, 他们处在文革状态, 老子坏了, 就是文革后期不是有点左, 是什么, 您要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炒, 不要资本主义疫苗, 但有点老是坏了, 他有点老是坏了, 我们愿意给他疫苗, 他不要, 那么美国他要吧, 美国要, 那还是可以的, 我们说你送疫苗肯定没有问题啊, 但是, 又弄个军用飞机干什么呢, 是不是, 你用民用包机不就完了吗, 其实美国也得死坏, 他故意的, 我能闹主义啊, 能闹主义, 我们都没话说, 但是他弄个军用飞机, 打擦边球, 这个, 大概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 疫情还是挺严重的啊, 每天, 全世界啊, 几百万感染的, 死亡还是一两万人, 挺严重的, 但是呢, 疫苗现在暂时跟不上, 但是我期待啊, 到年底, 中美彻底搞定了, 然后一起帮人家, 但是我估计就是我们联手帮, 可能也得好几年时间, 结论什么呢, 结论像我们这种地方开会啊, 还得带几点口罩啊, 另外呢, 就是中外交往还是会受一点限制, 这是大家要做好准备的, 疫情还会次序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关注美国的几个外交难题啊, 现在太时劲了, 就是美国主观上把我们当对手要承我们, 但是客观上呢, 也不还是受到很多签字的, 这签字, 他能不能解决好, 决定了他能不能有效地整我们, 知道吧, 就是他, 就是我上班了, 我是独自长, 那要整你啊, 今天就开会讨论他, 结果刚到办公室, 是伊朗闹事儿了, 知道吗, 刚刚姐姐, 朝鲜也闹事儿了, 是不是呢, 然后欧洲小兄弟闹事儿, 你就观察啊, 如果这一天, 已经决定今天开支委会, 好多你的问题吧, 结果呢, 上班啊, 一直处理这些难题, 因为一看就要等中国开会一下, 还有五分钟, 算了, 今天就跑过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二个就要观察啊, 美国的那几个关系啊, 欧盟的关系, 俄罗斯, 中东啊, 还有两个刺头, 伊朗, 朝鲜, 这个我们要警觉观众, 对我们中国来讲呢, 我们中国外交现在肯定有个考验啊, 能不能把那个缅甸局势给它稳定住, 是不是最近咱们周边, 就是美国现在成为我们这样的, 一个是直接中国买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周边点火的啦, 估计缅甸出售的方面是有它的影子的, 那么中国人们把它控制住, 是一个考验,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做好准备的, 就是中印缅甸匆, 可能是常态化的, 会持续很久, 然后呢, 我们挺尴尬的, 那个, 我们不想跟印度闹, 反正跟印度闹会牵着我们吧, 但是它又一直要缠着就闹, 所以怎么办, 这是必须要技巧的, 我们现在还真不能上楼啊, 就去揍印度啊, 那个, 军事上打印度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打跟六二年一样, 绝对是一面道, 它真打的, 战略就打乱了, 知道吧, 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来讲, 在可见的将来啊, 台湾问题永远要排第一, 南海第二, 东海第三, 朝鲜半岛队似的, 印度要排第五国, 你要落不住火针去揍它吧, 就把第五变第一了, 你这个战略持续就乱了, 因为坦率要讲印度啊, 它打不服的, 军事上在边际里能打它, 它是打不服的, 它太大了, 你不可能去占领它吧,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能去占领它呢, 对不对, 那个, 你不占领它, 你打一打它, 过两天又来了, 这个不能军事解决, 反正就是这样啊, 就中印是一个麻烦, 挺特殊的麻烦, 想高度的智慧给它控制住, 它像一个癌症一样, 这个, 想办法给它化疗啊, 中药啊, 什么的给它控制住, 那个, 另外呢, 就是我们外交还有一个挑战, 就是现在啊, 这个, 我们面临一个周边的情况, 就是正在出现一个总军事同盟, 叫每日一遥四方机制, 对不对, 目前还是政治性的, 但是正在走向军事同盟, 我们要想办法, 让它就是变成一个政治同盟, 不要搞得军事同盟, 不过最后呢, 什么外交还有可能有问题啊, 叫民主峰会, 就是今年是咱们中共这个成立一百年, 对不对, 那个, 我们就有很多活动啊, 也强调中共是执政啊, 是历史的必然, 然后对这个国家的逐利, 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先量多, 我们要强调这个, 但是, 恰恰在今年呢, 美国啊, 年底啊, 准备搞一个针对我们的峰会啊, 叫民主国家峰会, 这个, 那这就是针对我们的, 他们, 大概已经请了一百四十多个国家, 就是要强调, 说我们都是多党制, 中共是一党执政, 他努力地把中美矛盾, 塑造成民主与专制的矛盾, 这样他可以获得那种天然的暴得优势, 知道吗? 这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两个大挑战吧。 好, 这个中美是大热点讲了, 然后几个小热点讲了, 下面讲几个趋势啊, 这个趋势呢, 是这样的, 这个, 首先讲一个一般的趋势啊, 这一般趋势呢, 不直接影响政治经济, 但是对未来的中国很重要, 我们必须考虑啊, 这趋势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人类啊, 其实呢, 在地球上出现是很晚的, 人类的历史大概就是两百万年, 有些科学家说, 三百万年, 四百万年, 那都是很有争议的, 比较靠谱啊, 人类对于一种物种, 在地球上就两百万年, 然后人类当中类型有很多, 比如说古代的欧洲, 就以前的欧洲有一种人叫尼安德特人, 是吧, 咱们北亚呢, 有丹尼索瓦人, 在南非有卑尼德人, 印尼呢, 也有当地的人种, 就是, 它有很多人种不同, 但是告诉大家, 最后在地球上获胜的, 成为主宰的谁啊, 是我们, 我们是诸多人类当中的一种叫质人, 得质体全面发展的一个质, 质人啊, 英文叫homo sapiens, 我们是很特殊的一种人, 我们比其他人聪明, 我们会合作, 我们狡猾, 我们十个人打人家一个, 知道, 最后我们赢了, 地球当中的主宰成了我们, 那我们这种质人呢, 其实历史很短的, 我们这种人呢, 在历史上呢, 也就是二十多万年, 当然也有些学者, 啊, 说不说三十万年, 这个不是很靠谱啊, 基本上比较确准吧, 我们就二十万年, 啊, 那么我们这个质人呢, 从我们产生到现在啊, 是在不断进步, 像请注意啊, 这个进步不是基因, 我们老祖宗啊, 基因怎么样, 现在就怎么样, 基因没什么变化, 不是百分之百年变化, 是很微妙的, 很小的变化, 我们人类的进步主要是什么, 是知识的进步, 因为有新的知识, 于是有新的生长方式, 于是就有新的文明形态, 是吧, 所以人类进步的本质是知识进步, 不是基因的进步, 是这样清楚, 那么在过去二十多万年呢, 我们人类的知识进步呢, 知识进步呢, 最伟大的三次飞跃, 第一次呢, 就学会了用火, 用火是迄今为止, 人类最伟大的进步, 不得了啊, 一用火是不是跟动物不一样啊, 所有的毒蛇猛兽都怕火啊, 只有我们会用火, 这对我们那个进步无限很大, 就是用了火以后, 我们就开始吃熟食, 消化好啊, 我告诉你啊, 煮熟的这个那个肉啊, 以吃一公斤相当于生肉十公斤, 你吸收的营养也好很多, 人都聪明了嘛, 这个, 另外这个用的火不就是可以那个挡那个毒蛇猛, 所以就健安全嘛, 还有用的火呢, 我们人可以到冷一点的地方去住, 不是都挤在那个栏上, 是吧, 那个, 他的用火是我们人类啊, 最伟大的一个知识飞跃啊, 附带告诉大家, 关于这个火的态度啊, 中国和西方不一样的, 西方人人认为是什么呢, 火就是天神才有的, 人间不应该有, 他怎么到人间呢, 是一个英雄叫普罗米丘, 是把他拖过来的, 然后英雄很宝贝, 天天没有人家打, 是不是天神把他弄到一个地方, 让那个阴拙他的五脏六腑, 疼得不得了啊, 白天收起, 晚上又好了, 第二天又打, 是不是, 所以, 是不是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啊, 他们火就是天上的东西, 人不应该有的, 是不是, 是拖过来的, 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是不是又来这个人里面出现一个豪竭啊, 很棒的, 叫随人士, 蒜木取火, 是不是, 自己, 中国的文化里面, 我就是人间一样的, 就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 只不过要有一个聪明人给他学会, 对不对, 对待火的态度上啊, 其实啊, 中外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认为呢, 西方是神本主义文化, 我们是人本主义文化, 很不一样啊, 包括还有水, 我们人类啊, 肯定都经历过大风水, 大风水, 就所有的这个不同文明啊, 都有大风水的记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风水是地球变化的必然现象, 地球是经常有冰河期, 冰河期完了以后就温暖期, 对不对, 冰河期就一定是这样, 很冷, 所有天上的降雨啊, 下来都是冰嘛, 冰河越积越高, 然后到了冰冻期, 温暖期的那个冰冻哗哗一下子就化了, 然后一定有大风水, 大风水是地球必然现象, 然后跟我们人有关, 是不是水火, 最利切的水火, 你看我们中国这家水灾, 跟西方也不一样, 西方啊, 大风水来了, 他是怎么态度啊, 就祈祷, 然后请他们家上帝帮忙, 他们家上帝其实挺坏的, 他们家上帝就救了一家, 叫洛亚, 这是个好人, 把他给救了, 其他人就会淹死了, 这很坏的, 对不对, 中国人不是吧, 中国人来大风水啊, 首先来一女神, 叫女娃, 把天给补了, 然后再来一男神, 大女把水给治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啊, 对水火这两个自然现象啊, 中国文化的态度跟西方不一样啊, 西方是高度, 依赖那个神的, 所以我把它叫神本主义, 我们叫人本主义啊, 好, 这扯列列啊, 回到我们话题, 就是反正用火是, 我们人类啊, 我们智能啊, 二十万年最为难的一个知识进步啊, 第二进步呢, 就是种植, 就是种植, 是这样的来讲, 就是在种植以前呢, 我们人类是很可怜的, 我们没有固定的食品, 知道吧, 我们主要是靠采摘, 而采摘这个玩意呢, 是很不靠谱的, 这个东西能不能吃, 是你不知道的, 你死很多人, 吃很多次, 才能找到几个东西可以吃,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 就明年这个地方还长不长, 你不知道的呀, 所以采摘时代, 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极端恶劣的, 人类学家估计在采摘时代, 整个地球的人口不会超过一百万, 所以人口是非常稀缺的, 所以所有古代人类都有一个共情, 就是生殖崇拜, 有个小宝宝特别高兴啊, 好, 大概在那一万年前来, 我们人类, 有了突飞并进, 就是什么呢, 在不同地方, 就学会了种植, 在咱们国家谁完成这个任务, 神龙寺嘛, 炎帝, 对吧, 种植不得了啊, 种植就是说我们有固定的食品了嘛, 对不对, 我们先想找到, 哦, 这几个东西可以吃, 而且可以住, 对吧, 是不是人类有固定的食物来源了, 这个时候就有了定居生活, 然后人口就要扩展, 文明又出现了, 什么文明, 农业, 我个人把它叫第一文明, 那么第三次飞跃呢, 就是二百五十多年前, 突然在西方啊, 他们就实现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机器生产, 那么有的机器生产的那个效率, 比我们那个手工劳动的那个效率, 不知道高多少倍, 人类啪就实现了文明推, 就到了工业文明, 我把它叫第二文明, OK, 这是我对人类似的一个总结啊, 我们这种人叫智能, 是吧, 我们挺厉害, 挺凶的, 我们把其他人类给消灭了, 嘿嘿, 那些人呢, 谁消灭了, 是我们得消灭了, 这个不仅把动物都消灭了, 人都消灭了, 那个我们挺凶的, 那个我们成了主宰, 成了主宰以后呢, 这个发展就是我刚才讲, 基因没有变化, 但是知识有变化, 知识变化最伟大的就是那么三次, 活, 种植和机器生产, 那么二百五十多年前在西方, 哎呀, 率先进入到机器生产, 率先进入到工业文明, 然后把全世界就带入到了工业文明, 那么现在呢, 我们人类进入工业文明, 进入到第三百年头, 然后进步呢比起要快多了, 人类告诉大家, 在那个采摘时期啊, 进步是非常大, 几万年可能都没有进步, 到了农业文明时代, 进步就比较快了, 但是真正人类实现快速进步, 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是非常快的, 以至于到了今天呢, 就出现了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人类现在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呢, 要注意科技的两面性了, 这个科技这个东西呢, 就科学技术啊, 是一个很新的知识体系, 强调实证, 这个强调精确, 这是个现代知识体系, 古代没有的, 什么时候科技产生的, 是刘顿力学三原理, 刘顿力学以前, 我们中国没有现代科技, 西方也没有它, 我们有些傻学者啊, 为了贬低中国人, 经常讲, 中国从来没有现代科技, 这是个废话啊, 因为欧洲古代也没有现代科技, 现代科技都是从刘顿力学开始的, 知道吧, 那自刘顿力学之后呢, 我们科技是神速的进步, 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哪比刘顿时代要高级多了, 然后呢, 就要注意一个什么情况, 科技是有两面性的, 用得好挺好, 用得不好它是很害人的, 包括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发展可以以后解决很多疾病啊, 癌症啊, 老年时代症啊, 都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未来十几年解决, 但是科技, 生物科学发展也会带来生物战的技术升级, 那很危险啊, 所以科技呢, 有两面性, 它是个双面刃, 我们要注意啊, 要发挥它的优势, 要限制它的缺点, 知道吧, 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要提的, 原来中国啊,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科技的那个落后者, 我们就学, 学老师就行了啊, 现在中国啊, 已经到世界科技的比较前沿了, 然后我个人观点这样, 现在的科技呢, 美国是第一梯队, 单独的一个梯队, 第一梯队, 但是中国, 现在是第二梯队里边的, 我们跟欧洲, 日本是一个梯队, 是吧, 俄罗斯, 印度, 他们还要后面一样, 那个, 而且我们现在, 太史是第二梯队的领头羊, 未来十年, 非常有可能中国从第二梯队脱营而出, 美国并加起屈, 那么你既然成为世界科技的前沿, 那你就要注意科技的两年型, 要养恶意善, 不能忙碌出卖, 科技就是好, 要注意科技用的不好, 也挺糟糕的,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 就是科技很发达, 现在要, 它的那个益处和害处都很明显, 所以要注意它的那个利弊呢, 有点低, 第二个就是人口, 我们古代人口呢, 一直是很缺的, 不要说采摘时代确认, 有文明期, 就进入农业文明, 还是确认, 这个, 那么工业文明早期也是这样的, 人口不过, 它进入二十世纪啊, 人口形势变了, 人口就开始疯涨了, 因为工业效率上来了, 然后现代医疗水平上来了, 对吧, 能够死亡率下降, 然后说明加长, 比如说话, 人口就开始膨胀了, 然后形成新的就不个问题, 这个问题能够问题两个, 第一就是总量要控制, 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 地球人口只有十七倍, 而到了二零一九年, 仅仅过了一百年吧, 地球人口到多少, 七十七倍, 今天我们说话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七十八个亿, 然后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啊, 二零五零年, 一定超过九十个亿, 那再不限制, 二一零零年, 地球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个亿, 那就麻烦了, 因为生态学家普遍认为, 这个地球啊, 大概只能承转一百五十亿人, 就超过了以后, 生态圈就破坏了, 破坏以后, 没有生态圈地球, 地球还在啊, 人类就没了, 我们老说我们要拯救地球, 这是说的个胡话嘛, 地球不要你拯救, 你知道吗, 就确实你家伙一帮烦人的, 你最好找得转啊, 地球根本不要我们拯救, 我们人类要保护自己, 因为人类没了地球过得好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人类也是要有一定的数量显然, 如果过了一百五十亿, 人类就完蛋了,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还是要想把控制住了, 一块就是结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地球的七十八亿人呢, 坦率讲啊, 就是特别重视教育, 然后劳动力素质很好的, 首先是我们东亚人群, 就是鲁区文化圈, 挺优秀的, 过去一百年呢, 我们现在的话搞得不好, 然后搞得不好要骂我们祖宗, 所以五四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 现在看来这个说的是个胡话, 那个肯定是错的, 这个, 就是当时那一代人, 就是因为对中国啊, 五四那一代人呢, 他们是爱国者, 但是被气糊涂了, 知道吧, 对中国的表现气糊涂了, 那乱骂了, 当时我们中国混得不好, 他怪孔子, 怪不上的, 孔子是很阳刚, 就是最早的我们家, 是他充满那个味气的, 那个孔子是非常阳刚的, 那个很平和的一种哲学, 然后呢, 他很有价值的, 然后他那个思路就不对, 等于就是你爷爷特棒, 一代枭雄开创了一个基业啊, 你父亲呢, 维持的这个基业不错, 到你这代把家给败了, 你不骂你自己, 你骂爷爷, 是吧, 都神经病了, 你看, 他们逻辑有问题, 那当时呢, 也没办法, 因为当时整个鲁家文化全, 除了日本, 其他部都混得很惨的, 那今天不能再说了, 今天的情况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是鲁家文化全, 工业化得非常棒, 非常棒, 这个, 然后, 然后具体讲, 我们这个人口数字为什么好, 你看, 就特别重视教育, 是不是? 是不是特别重视教育, 那个, 附带讲啊, 我, 我, 我原来讲过, 这个地方在重复一样, 就是为什么, 说鲁家文化全数字好呢, 你们搞那个, 经济啊, 应该知道了, 这个优, 就人可以很多, 但是优秀劳动力不容易找的, 是不是? 优秀劳动力需要有三个指标啊, 第一, 你要有工作的愿望, 第二, 你要有工作的技能, 第三, 你要有工作的技力, 对吧, 用英文讲, 就是walking desire, walking skill, 还有walking discipline, 有三个东西就是优秀劳动力, 知道吧, 不是四个人就是优秀劳动力, 我是这样的啊, 而我告诉大家, 鲁家文化全的孩子, 全部具备有三个指标, 第一, 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上进心非常强, 就是walking discipline, 是从幼儿园开始就竞争那个小红花, 是不是这样, 相互打小包包, 那是竞争性的强啊, 那很残酷啊, 就是这个竞争性非常残酷, 但是上进心强就是无有能比, 对吧, 第二呢, 中国人还是walking skill, 前方还, 因为很重视教育啊, 聪明啊, walking skill, 然后呢, 第三个还是walking discipline, 中国人虽然很有个性, 但是实际上还是守纪录, 服从权威大, 所以你们在一线搞投资应该知道, 在过去四十年, 国际资本跑哪去啊, 第一次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市场大, 规范, 透明, 国际资本都发达国家, 第二次是到鲁江湖去, 是不是, 国际资本往哪去跑,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 这个它有价值, 是不是, 非洲、中东、南亚、拉美啊, 这地方我都去过, 我告诉大家, 哎呀那年轻人那都乌样乌样的, 到处都是啊, 国际资本就是不去, 为什么, 它素质不好啊, 国际资本是也在找那个好劳动力, 对不对, 因为资本本正不生钱, 资本本正跟劳动力结合在生钱, 它是不是要找好劳力, 为什么找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这个素质挺好的, 哎呀你在非洲, 你看你的兄弟们啊, 首先呢, 他可能就, 我跟他比赖也就不是很强, 知道吧, 我跟他晒太阳, 觉得挺爽的, 对不对, 第二呢, 也不上学, 上学啊, 数理化也学不懂, 所以我跟他也没有, 然后你还谦虚一点吗, 本事不大, 他本事不大, 脾气很大, 他不好管,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 优秀劳动力是很难找的, 而鲁江文化圈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优秀到东西, 就按照我刚才讲的三个标准, 国平design, 国平skill, 国平design, 就是两个, 好,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鲁江文化圈素质挺好, 但是鲁江文化圈人口是减少的, 绝对减少, 日本是绝对减少, 韩国绝对减少, 我们台湾人口也绝对减少, 香港和澳门其实本土人口也减少, 它现在能够持平, 主要是大陆人不断移过去, 新加坡也就这样, 也是靠大陆移民的, 朝鲜是持平的, 越南越有增长, 当然鲁江地区人口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我个人的推算, 今年可能是个转正点, 很有可能今年出现人口绝对减少, 上个月那个期术数据出来了吧, 是不是去年我们新生小宝宝才1200万, 去年死亡数没有公布, 死亡数超过1000万, 就是一年竞争人口100多万, 今年非常可能死亡数超过1100万, 而新生小宝宝可能少于1100万, 就是今年我们出现和平时期人口减少, 这个时候我们领导人就做不住了, 在中国历史上不打仗的人减少了, 说不过去啊, 于是5月31号就宣布鼓励大家生三胎了, 然后是不是大家反映说完了, 所以老子不生了, 能不能转过来不知道啊, 可能得使很大的力气才行, 整个政策的变, 能不能转过来谁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跟日本一样永久地往下走, 那么整个人家文明圈能够就是下降, 这是一个啊, 在这个全球七十八年当中, 我们这一块数字是比较好的, 能够下降, 还有欧美文明圈数字也还可以下降, 但是啊, 你看非洲中东拉美丹亚, 哎呦这帮兄弟们乌样乌样的生, 对不对, 而且非洲很多地方, 丁是谁他不知道啊, 他们只管生不管养的, 对这种来讲, 生是一个的, 养是类似的吧, 对不对, 包括上海, 哇一个学区房贵都不得了, 而且大家心甘全然掏钱, 对啊, 我们对教育的投资重视无有人比啊, 这就是人口问题啊, 一个总量要控制, 一个结构要调整, 还有最后一个宗教,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人类啊, 进入到这个定居时代, 是吧, 有了种植技术, 有了定居, 就进入网民期了吧, 进入网民期会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就是我们全球的人类, 除了鲁家文化权, 是世俗的意识形态治理, 其他全部是靠宗教的, 全部靠宗教, 有一神教, 有多神教啊, 但是全部靠宗教, 只有鲁家文化权是不靠宗教的, 靠意识形态, 理性观, 我们中国长期的管理是靠什么, 无视道的管理, 现在靠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的别道路吧, 对不对, 我们都是靠室主的, 不是靠宗教的, 你知道吗, 那个, 而且古代鲁诗道啊, 其实是很科学的, 原来我们, 因为近代混得不好嘛, 就怪我们古代文化啊, 这个其实不对的, 中国古代, 跟古代表现啊, 其实挺优秀的, 鲁诗道是非常科学的一套意识形态题, 鲁解决国有, 人与人关系, 道解决人与自然关系, 识就是佛家解决什么, 人的内在聊的, 非常科学的, 这个, 好, 那么落到今天呢, 就有麻烦了, 因为百分之, 因为今天不是七十八亿人嘛, 而我们鲁驾, 我们的全就占百分之二十, 稍微多一点点, 二十左右, 剩下百分之八十, 全部是新教的, 然后现在有个什么麻烦, 所有宗教都在集团, 这个宗教最大的还是那个基督教, 二十多亿人, 然后呢, 伊斯兰教十六亿人, 养者之和, 二十四亿人, 然后呢, 穆迪引导的印度, 它的主要宗教, 什么叫印度教, 十一亿人, 五十多亿人, 还有别的一些小宗教, 全部都在集团了, 这个对人类以后的和平和发展都不利了, 对吧, 那个, OK, 这就是我觉得三大影响未来人类的趋势, 科技的两面性越来越突出, 人口形式不乐观, 对吧, 宗教形式不乐观,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说呢, 后面逻辑是这样的, 我个人呢, 在中国学者当中偏乐观的, 因为我偏乐观, 所以有些, 因为我刚才讲大部分中国学者悲观嘛, 所以觉得我挺奇怪的, 因为有些批评, 这个, 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 那个, 我的乐观导致我有一个结论, 就是未来十几年, 可能, 因为中央比较谦虚, 中央说我妈争取2049, 就第二个百年呢,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它变得比较稳妥的目标, 就2050, 成世界老大, 这是中央的那个, 我偏乐观一点, 我现在2035就世界老大, 基本上2035我们的GDP是美国两倍, 是民意GDP按照汇率, 实质GDP按照购买的评价可能是它三倍, 而制造业, 制造业现在国家力量根本可能是它五倍, 那时候科技也赶上它了, 军事也赶上它了, 那时候中央国力也就是第一了, 想不当第一都不行, 那个时候你是这个当位董事长, 你得负起责任了, 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起来, 这些问题可能跟我没关系, 然后你做的一发所谓是, 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考虑不考虑, 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得考虑起来, 这是这个一般驱使, 然后就是世界经济驱使, 我稍微点几句, 世界经济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个我们要做好准备, 就是咱们国家过去四十年经历了全球化, 会告一段落, 当然我们那个大题目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会发生, 应该大家有印象, 就是过去四十年, 我们人类经历了一个很好的全球化, 那么这一轮全球化有个什么特点呢, 是英美知道的, 它的起点就是1979年撒切尔革命, 和1980年的第一根革命, 这一轮全球化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特别重视市场, 特别重视金融, 所以叫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跟老自由主义有点不一样, 老自由主义还要强调这个实业啊, 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市场, 特别强调那个金融, 那么这一轮全球化呢, 它有它的好处, 就是经济繁荣, 而且呢, 很多的, 因为金融啊, 它要寻找正常点, 就是特别注重投资高科技嘛, 所以这一轮四十多年的全球化应该讲, 对人类的经济繁荣啊, 创新啊, 都有贡献的啊, 但是它有它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就是贫富风化, 就这一轮全球化, 国际资本啊, 全球物局啊, 它赚得很满多满, 然后这关家伙呢, 它不交税, 最近美国人调查, 美国像那个交, 叫什么, 那个阿玛森的那个老板, 那个很有钱的嘛, 他不交税, 那个美国中产阶级交税, 真的富人他不交税啊, 穷人没税可交, 所以美国中产阶级越来越辛苦, 这个, 这是它的问题啊, 分配不平均啊, 然后呢, 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 咱们国家, 在过去四十年, 是很适合全球化的, 大家应该, 注意到这个现象, 我们国家刚改革开放啊, 在世界贸易里面排位三十几名, 现在是第一名, 我们进出国第一名吧, 然后呢, 金额那这个扩展是有点吓人的啊, 一九七八年, 这个, 在北京开那个十一届三农全会, 决定改革开放啊, 一九七八年, 我们全年的贸易额二百八十三亿人比, 去年多少, 去年三十七万亿人比, 你把这个手机算一下, 二百八十三十七万亿, 是不是一千好几百倍, 在人类贸易史上是没有的, 没有先帝人的吧, 所以结论是这样, 就是过去四十多年, 中国在这个全球化当中确实是获益者, 对吧, 当然这个获益后面确实中国是有商业天赋的, 就是过去四十年呢, 我们中国第一次比较平等地进入全球市场竞争, 结果我们竞争能力很强, 这个四十年的那个贸易数字告诉我们, 中国人的商业天赋是很好, 中国工人很优秀, 商人极其优秀, 政府政策也是到位, 所以一百多年前呢, 我们中国文人对中国人的否定是错误, 原来就是等于我们是数学嘛, 我们浪尽这个小学, 后来在过去四十年浪尽的这个班嘛, 进去以后我们就是学霸, 对不对, 老师是西方人, 他天天针对我们出难题, 结果他怎么出题, 最后考试我们还是全班第一, 没办法, 学吧, OK, 那就是过去四十年情况, 对不对, 你们应该, 在座里有一个做贸易的,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嘛, 是过去四十年, 一个基本的事实, 是不是, 这个东西要么中国不会生产, 于是西方垄断, 于是价钱卖得特别高, 对不对, 一旦中国人进去了, 我们一定比任何国家家人无美吧, 所以这是事实啦, 比如说, 在中国会造那个冻钩机以前, 我们冻钩机主要是买德国的, 日本的, 那么一台德国的冻钩机啊, 是十三多亿, 十三亿多人民币, 现在我们就是三一重工, 解决了, 实际上是事量最大的冻钩机上, 我们河南三一重工, 三一重工啊, 一台七千万, 二十分之一啊, 而且质量还比它好,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嘛, 这四十年反复证明了, 这个东西要用不会, 一旦我们会了, 我们绝对比任何国家家庭了没, 对吧, 所以西方人恨是我们了, 我们中国是西方高额利润的粉碎机啊, 我们一进去它就没利润了, 我中国七千万, 据说还有好几千万的利润, 它没法跟你竞争, 而且是不是我们商业信息很好, 对不对, 比如说在我们上海, 拿个货下个月交, 我们肯定加满加点九九五啊, 什么家给你交了, 你要在印度订购过那惨, 五年以后的下个月才交给你, 黄花菜都凉了, 是不是, 这不是一件事实, 这是极一件事实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四十年了, 以美推动了全球化呀, 比中国是很有力的, 那现在的新情况呢, 他们准备把中国踢出去了, 是吧, 你待在这儿啊, 那我们全班都没有院子, 是吧, 所以赶出去算了, 所以搞贸易的朋友可能得做好准备啊, 就是过去我们很适应的全球化游戏, 可能对我们是不利的, 是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估计搞贸易的朋友也不注意到, 就是世界货币体系是有问题的, 现在世界货币呀, 是什么问题啊, 就是高度依赖美元,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是美国乱发货币呀, 零八金融危机, 瞎发货币啊, 去年那个疫情, 它也是乱发货币,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啊, 截止到现在, 美国超出市场需要多发的货币, 达到二十四万亿美元, 就跟它GDP, 比它GDP还高, 这个不是经济需要, 就是纯属多印出来, 就是赚点钱的, 知道吧,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啊, 一个呢, 是它自己消化了, 就是美国那种股票就暴涨, 是吧, 这不疫情以前, 股票是一点, 倒行是一点, 一点八万吧, 现在是三点五万了, 是不是翻了一倍嘛, 这个, 股票还容啊, 不要, 股票还容, 因为它那个资金, 发的太多了嘛, 流动性太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它那个美元就流到别的国家, 就形成了输入性通俄文章, 对不对, 所以世界上现在就对美元就是不信任了, 你这样乱发下去, 那最后成了国民党金元券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那个, 很多人就很担心, 担心的结果就开始找办法, 首先一个办法是, 实际上出了好多很奇怪的家密货币, 现在最有名的叫比特币, 对不对, 那个, 比特币疯打了, 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 两毛钱每年, 就二十美块就可以买一块钱了, 然后今年是不是四月份, 有一天是不是冲到了六万块钱, 对不对, 当然现在掉下来降了三万多了, 三万到四万之间, 那还是涨了很多倍啊, 但是比特币很多人认为不靠谱啊, 比特币, 他们有国家支持, 觉得不靠谱啊, 大家比较期待的是怎么呢, 人民币国际划, 但是到目前不顺了, 人民币国际划已经努力了十年了, 是不是, 你看去年的数字, 人民币在整个贸易结算, 才在百分之二, 并不顺利,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面临这个困境啊, 因为国际贸易是离不开金融的, 那金融呢离不开美元, 可是美国人极其不负责任, 所以大家对着不信任, 可是又没有, 好像没有出路, 对不对,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未来十年呢, 我觉得国际贸易货币体系, 云良的危机, 大家得想点办法啊, 好,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啊, 全球化会局部倒退, 国际贸易体系有潜在危机, 好的消息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世界经济呢, 有三个中心, 不得我们北温带, 东亚, 西欧, 北美, 那么过去二十年呢, 发生了对我们很有利的变化, 二十年前, 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是谁啊, 欧盟, 那北美第二, 我们亚洲第三, 现在最新的数据, 我们亚洲跑第一了, 北美还是第二, 欧盟跑第三去了, 这个对我们很有利, 以后你们包括对外投资, 也要考虑新的经济利益布局了, 那最后一个, 那个世界经济相关的变化, 是我们国家的政策突破, 我们国家外交在去年底啊, 有两个大重要的成果, 一个就是十一月十五号, 有李克强总理啊, 在帮我们国家去签了一个东西啊, RCEP, RCEP英文叫,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中文化叫,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啊, 这个非常好, 这是我们多年努力的结果, 它表面上是东盟在推, 实际上是我们在推, 就推成了, 非常好啊, RCEP十五个国家, 经济总量二十六万亿美元, 人口二十二亿美元, 北美只有二十四万亿, 欧盟啊, 英国脱钩以后啊, 只有十六万亿, 就是东亚出现了地球上最大的直脑区, 而中国是里面的主包子, 这个对东亚对我们中国特别好啊, 这个现在很顺利, 我们国家批准了, 日本也批准了, 中日两大经济底批准, 这时候就成了, 知道吗, 我看现在泰国也批准了, 马来西亚马上批准, 问题不大, 第二个呢, 去年给的外交成立的就是中欧, 就是搞了一个中欧投资保护协议, 我们叫BIT, 白外交流investment treaty, 欧洲叫CAI,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 叫法不太一样, 它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双方都把那个对方的投资啊, 就是搞了那个更多的法律保护, 这个东西呢, 现在有点障碍啊, 就今年以来美国就伤动整个欧洲啊, 日本啊, 就是在新疆问题上, 整我们啊, 说我们在新疆搞什么种族灭约什么的, 然后呢, 就制裁, 制裁我们中国火气大嘛, 就反制裁啊, 反制裁的结果呢, 就把欧盟委员会给制裁了, 欧洲议会给制裁了, 然后四个议员给制裁了, 欧洲议会就很生气, 我们家同事就都制裁, 于是欧洲议会最近决定就冻结, 冻结这个协议啊, 那个, 然后我们湖里有些人有点担心, 说会不会这个协议啊, 搞了七年啊, 结果不了了之, 这个大家放心啊, 这个协议啊, 欧洲一定会接受, 一定会批准, 就我了解的内容, 现在没有公开啊, 但我了解的内容, 我们中国为了推进这个东西, 还是做了很大浪漪的, 结果是什么, 这个协议对欧洲企业是极其有利的, 过了以后啊, 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啊, 比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比较好, 极其有利的啊, 所以结论是欧洲企业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协议, 是吧, 你们议员嘛, 你生气了嘛, 他吵架嘛, 会冻结, 但是, 欧洲企业不会放弃, 那么企业不放弃, 就意味着议员的金主不会放弃,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最近, 欧洲议会啊, 火气大冻结, 我估计再过个半年了, 这帮欧洲企业就去做工作了, 是吧, 就是企业, 就是那些议员后面的金主, 老板就找了谈话, 说小张啊, 还想不想再做议员呢, 是吧, 你考虑一考虑啊, 我估计他肯定就考虑过来了, 呵呵呵, 大家, 我很喜欢看一个电影《教父》啊, 教父是不是有个名言, 就是人家找到办事, 他一旦答应以后, 他说你放心, 这个事我可以办成, 人家问他怎么办的, 他说我跟他讲道理, 但他讲道理的方法是很独特的, 把你最喜欢的马, 把脑袋坐马, 马上, 给你一个辈子能睡觉, 他这么给你讲道理, 那你必须得接受, 呵呵呵, 这个, OK,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总之, 这两个事是去年底, 我认为中国要挺要不及的事, 对以后中国的谈判地位挺好的, 好, 这个趋势呢, 这两个就讲完了, 那下面呢, 讲那个最重要的趋势, 就是战略趋势, 也就是政治趋势, 一般趋势讲了, 经济趋势是局部的, 真正对世界影响大师的战略趋势, 也是政治趋势, 就是百年未有是大面区, 这个, 这个, 那么自16年6月, 西子级在中央党校, 跟那个省国籍班讲, 说啊,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是大面区之后呢, 就有很多这个学者来解读, 那么大部分学者, 其实就解读一点, 说国际格局边的, 但是我认为呢, 光从国际格局看不清楚, 我认为新的这个, 这个, 这个修计这个提议法, 百年未有是大面区, 其实有四个内容, 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新, 新的国际格局, 新的现代化模式, 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治理, 四个新掌握了, 那么百年变局, 它的内涵我认为就掌握了, 那么, 这四个新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 这个, 什么叫国际格局啊, 国际格局啊, 就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因为国际格局内在的逻辑呢, 就是谁力量大, 所以就主导国际格局, 那么过去几百年呢, 一直是西方力量大, 所以西方就主导国际格局数百年, 我记得那个, 一百多年前呢, 就是那个, 五四运动期间, 我们当时有个很有影响的文化人, 叫梁启超, 梁启超现在就讲啊, 说世界近代史的特点就是西方横霸天下数百年, 大家应该有影响, 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文人啊, 尤其是咱们上海文人啊, 都是很崇拜西方的, 你看他们的写作里面啊, 不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文章, 叫西方都不叫西方, 叫他们列强, 叫他们列强, 就从外啊, 我就是过去的情况, 就是西方确实厉害, 主导天下数百年, 他进入本世纪呢, 情况变了, 什么变化呢, 叫东升西降, 东升西降啊, 东升就是中国起来了, 西降是怎么的呢, 西降就是西方这个集团呢, 它整体影响力下降, 我们是不是现在天天在讲西方西方这个词, 对不对, 然后我告诉大家, 西方这个词啊, 是有一个小集团, 是有一个小集团, 是能翻译的啊, 我理解的西方就是美国掌控的这个集团, 谁能够进去呢, 是美国人决定的啊, 在美国人心目当中, 西方现在包括美国, 欧盟, 日本三强, 然后呢, 四小,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以色列, 三大四小都可能西方, 其他国家都不是, 像印度, 印度精英城天天说, 啊, 我是最大的西方民主国家, 那么美国人是不承认它是西方国家的, 知道吧, 美国人承认就是印度是我们家保姆的孩子, 他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那完呢, 俄罗斯所有的精英城都是崇拜西方的, 包括普京, 这个我去过四次俄罗斯, 然后也见过普京的那个顾问啊, 他承认他们老板, 就是极其崇拜西方的, 但是还有个悲剧就是西方人不认他, 就坚决不认他, 这个因为在美国啊,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眼里, 俄国有个什么毛病呢, 俄国被蒙古人占据过几百年, 然后蒙古在俄国实行非常残酷的一个政策, 出业权, 就你们家新娘子要交给他们, 他们家一个礼拜还给你们家, 这是很残酷的, 所以美国人说, 那你是杂种啊, 血缘不存, 所以这是俄国的危机, 俄国真嫌弃其他, 西方真排斥他, 然后拉美啊, 拉美我去过七个国家, 巴星我去过四次, 这么告诉大家啊, 拉美所有的经营都崇满美国, 无一例外, 但是美国人就是不要怕, 在美国人眼里啊, 哎呀, 拉美就他们家下人, 都是他们家在层面, 所以这是很残酷的事实, 很多国家很喜欢西方, 但是美国人就不要它了, 我们中国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 觉得我们中国多党民主了, 跟美国跑, 美国就会任我们做西方, 这是幻想, 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成为西方, 不可能成为西方, 西方的户口本, 比上海户口还在哪里, 很难的那样, 所以结果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西方实在是个小圈子, 小圈子它的人就少了, 西方现在实际上有什么问题啊, 就我们经常讲的, 比如西方贫富风化呀, 政党对立呀, 种族矛盾呀, 产业空心化呀, 这都是二层次的问题, 西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口问题, 最大的是人口啊, 就是它人少了, 人老了, 1919年一战结束, 地球人口十七个亿, 西方人口接近六个亿, 三分之一强, 现在地球人口七十八个亿, 现在我讲的西方人口不到十亿多一点, 七分之一弱, 是不是比例下降很快, 第二个就老了呀, 光少了还算, 老了还, 你看日本平均年龄四十九岁吧, 对不对, 德国平均年龄四十七岁, 美国呢还可以啊, 美国平均年龄呢是三十八岁, 跟咱们国家一样, 咱们国家附带讲啊, 像老龄化的非常快的, 这个, 我们放开三太已经太晚了, 要是十五年前放开就好很多, 是吧, 这个, 最好啊, 就是严格讲, 我们中国应该一九九五年就放开, 这个, 但是现在晚了太多年了, 晚了二十年了嘛, 那个, 呃, 我们反正问题也会有啊, 美国是这样, 美国三十八岁, 我们也三十八岁, 当我们是老年的话, 为什么呢, 我们国家, 照着这样,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九七八年呢, 我们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啊, 特别年轻啊, 那个时候, 当年轻的结果呢, 就是小宝宝特别多, 老人不多小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们可能有一点小, 那个七八年还没出生, 那个, 我们那个代表知道啊, 哇, 那个家, 好多家都四五个孩子, 对不对, 然后那个妈妈根本不用管他们的, 吃饭你不来不来, 饿一顿就记住, 对不对, 那个时候没人偷小孩吧, 就偷回去养不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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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生不出来吧, 现在偷小孩, 是吧, 那个时候谁偷啊, 那个, 哎呀, 我们国家人口变化太快了, 就因为一胎化, 是吧, 从二十七岁迅速的降到三十八岁, 升到三十八岁, 我希望我们那个, 这个三胎生成能够有所改变啊, 那个, 呃, 那现在的情况这样就是, 美国呢还可以啊, 在那个日美欧三强里面它还可以, 但是呢, 你要看结果就不行了, 美国现在的白人少了, 一九四五年, 二战结束, 美国白人占人口八十八, 现在美国白人占五十六, 七十多年的时间啊, 下降了三十二个点啊, 非常快啊, 另外呢, 单独把这个五十六的白人抽出来, 白人的平均年龄跟德国一样, 十十七岁, 非常老龄化, 是吧, 这个, 所以, 大的结论这样, 就是西方有很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人口, 人老啊, 人少啊, 于是西方, 哦, 放下去, 哦, 好, 这个, 呃, 呃, 刚才提到我们, 还要中场休息一下, 那个, 好, 那个, 我把这也讲完嘛, 然后后面那个, 我再讲一点, 我们就互动几分钟, 那个,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啊, 就是过去, 就进入本世纪在二十年吧, 中国崛起了, 是吧, 东升, 然后西方呢, 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原因呢, 主要, 第一, 人口原因嘛, 人少了, 人老了, 于是控制世界力量下降, 这个东升西降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国际格局, 从西方主岛变成了东西方平衡, 这就是新格局嘛, 是吧, 这是第一个新, 第二个新来是现代化的新模式得到的确认, 这个新模式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了, 人类的现代化是从欧洲起源的吧, 而且此后呢, 现代化成功的样板都是西方, 它一直领先嘛, 所以很长时间呢, 现代化是等于西方化的, 这是一百多年前那个胡适之先生呢, 除了胡适除了提一个口号达到混淡点, 还有一个著名口号叫全盘计划, 这就是过去的情况,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西方人很骄傲的, 它现代化只有我这一个模式, 因此我的价值是不是的, 但进入本世纪, 情况变了, 进入本世纪, 美国的战略界直到中国崛起了, 然后因为它感到中国压力了, 然后有了中国崛起这个结论以后就开始研究, 研究了以后他们承认, 从理论上讲,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就是跟它不一样, 这样心理上就有变化了, 原来西方是整个精神是很傲慢的, 现在就是一条西方道路, 现在他们承认有两条路, 心理上西方模式的唯一性, 绝对性排大劲是大波浪, 对不对, 这就是第二个性, 第三个性呢, 现在是我个人很看重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人类正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是人类未来最伟大的事件, 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跟以前不一样, 中国是个重要参与者, 以前所有的工业革命, 中国没关系的, 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是, 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决定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要不我们在这里先休息十分钟, 回来我们再接着讲, 好吧, 好, 好的, 我们下半场的论坛即将开始, 有请我们的金教授, 好, 请大家入座, 你接着讲, 我呢是五点钟要走, 这个五点以前我要结束, 这个我们刚才啊, 讲这个百年变局啊, 讲了两个新是吧, 格局变了, 东西平衡了, 第二个新呢, 现在化模式, 有新的模式, 第三个新呢, 我跟来讲是我自己最看重的啊, 就人类正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工业革命跟中国没关系, 但这一次工业革命, 中国是个决定性因素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要多说两句啊, 因为我的近代史学观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近代历史, 它的表象啊, 是人类从古代到现代的话, 叫现代化, 英文叫modernization,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我们人类啊, 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从第一文明走向第二文明, 从手工劳作走向大机器生产, 这个过程叫工业化, 英文叫industrialization, 这是近代历史的本质, 那么这个在工业化进程当中, 最伟大的事件是什么呢, 是工业革命, 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带来人类生产力的飞跃, 我们文科学者很喜欢啊, 说这个社会革命, 思想革命, 艺术革命啊, 那些革命啊, 它的意义啊, 其实抵不上工业革命, 也只有工业革命, 生产力进步了, 才带来其他的革命, 对吧, 这是我的基本史学话, 就近代文明, 就是工业文明, 近代历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工业化进程当中, 工业革命最伟大, 那么人类呢, 到目前为止呢, 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 分别是蒸汽机, 电气化和计算机, 那么这三次工业革命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们是被西方垄断的, 而且是被西方一个民族垄断的, 叫央哥鲁萨克逊, 央哥鲁萨克逊, 那么再具体讲的是两个国家垄断的, 英国和美国, 而这两个国家什么关系啊, 它们是父子关系, 英国是爹, 美国是跟他闹分家的第一个长子, 这么有个关系, 父子关系, 那么再具体讲,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发生在英国, 时间是1769年, 18世纪60年的末, 那么就一个工程师, 导致的工程师叫詹姆斯瓦特, 他真的就造出来人类第一台蒸汽机, 然后一下子就把西方提到了工业文明的水平上去了, 当我们人类处在种植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 我们人类无论是打仗, 还是生产都是靠人力的, 那么在农业文明时代, 由于我们亚洲地大人多, 然后人力又是主要的社会动力, 于是在整个中世纪, 我们亚洲的经济, 工业和军事都有多强, 但是呢, 瓦特搞出蒸汽机, 他就觉得我们厉害了, 为什么? 他有了一个蒸汽动力, 是不是? 通过燃焦煤炭是可以获得源源不当的蒸汽动力, 这个是我们工方没有的, 有了蒸汽动力以后, 它力气大了, 于是就有一个东西叫大机器生产, 英文叫Machine Base的印度水, 我们这边叫手工老, 叫Handware的印度水, 知道吧? 不一样的, 就说力气大了, 然后有了大机器生产, 这个东西东方彻底没有了, 有了大机器生产, 就是有了现代制造力, 就有了工业文明, 那么依托大机器生产, 它的经济效率, 军事效率就碾扬我们东方, 是不是? 有了大机器生产, 经济效率比我们手工老头高很多倍, 有了大机器生产, 它就有尖传力号机关枪了, 有了尖传力号机关枪, 到我们东方打我们那个长矛大刀, 那不叫战争啊, 那叫单方面屠杀, 工业文明打农业文明, 就是山体作家刘慈欣, 在那个山体这个小说里面讲的, 就是宇宙里面的黑暗法则, 高端文明打地端文明, 叫降维打击, 势不可打,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抗, 这个, 这个是西方崛起的诀窍, 西方崛起不是什么别的, 就是因为它展现了新的动力, 因为这个动力它成了, 就提升了文明的阶梯, 然后借文明的阶梯, 横少填下, 知道吧, 附带啊, 这个事儿啊, 有点讽刺意味, 就是计算机的原理, 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说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他就系统地阐述过计算机的原理, 但是他就造不出来, 很多人都知道, 会说, 不会做, 知道吧, 真正做出来是个普通工程师, 所以以后大家可以上好学校, 也不要太骄傲, 知道吧, 人类从农业跳到工业, 不是有985的毕业生搞的, 是南乡计较的毕业生搞的, 知道吧, 就是你再好的理论, 做不出来是一张废齿, 知道吗, 那人家给做出来了, 啪, 蒸汽动力, 大机器, 横霸天下, 这是西方超越我们第一步, 1760年代, 蒸汽机革命, 大机器出来了, 它没有停着, 继续前进, 1860年代, 1940年代, 1960年代, 过了100年, 在美国出现了电地的光发石头, 然后出现了比蒸汽机效率更高的锐燃机, 然后开始广泛的应用, 就是第二种化石那边, 叫石油, 高, 能源的朋友知道, 同样一公斤, 煤和一公斤石油, 石油的那个, 热量是四万多氢炭, 煤炭是两万多, 它是增加一倍了, 这个, 所以这三个东西, 煤炭, 不是, 石油, 这个电力和那个, 内兰机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美国, 然后, 那西方就把我们甩得更开了, 然后他们也没有写着继续前进, 1946年, 过了80年,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80年, 是不是在美国出现了人类第一台二金的计算机, 人类进入到计算机革命时代,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 知道吗, 我们处在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我把它定义为3.5次工业革命, 从前处在这个位置, 那么回过头去看, 大家会发现, 是不是这个三次工业革命跟中国没关系吧, 全是人家英美的, 那么反过来, 英美为什么混得好啊, 就可以解释了, 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 就近代人类最伟大的事件是工业革命, 因为只有工业革命带来的那些生产力进步, 三次工业革命被英美垄断, 因此是他们家对人类的进步工县最大, 然后历史老人很公正啊, 然后就给他们家回报啊, 他们家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要无火热的, 就混得好, 就是过去三百年啊, 世界政治主导全都在英美他们家, 具体表现两百年叫日不落大蜡蝶天帝国, 接下来一百年叫美蜡天帝国嘛, 是吧, 就是你们家企业干大了, 你就当人大了, 代表去了, 跟大常委去了,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工厂联副主席, 就政治待遇就上来了, 就其实这个我们生活和逻辑, 一个历史逻辑是相通的, 因为他们家中间大, 所以政治地位就是他们家, 然后考军事的朋友都知道, 古代人类是陆军决胜, 谁有骑银谁老大, 现代人类是海军决胜, 谁有海泉谁老大, 因为现在我们人类啊, 有很多国家, 我们国家间交往的第一关系, 是不是贸易有关系, 然后国际贸易90%走海路吧, 所以谁控制海洋, 谁控制世界, 结果这三百年是不是海权都在他们家, 先是英国的海权, 然后美国海权嘛, 政治权力, 军事权力, 然后经济权力啊, 是不是二战以前叫英镑的霸权嘛, 二战以后美元霸权嘛, 第四个呢就是跟我们学术界有关, 必须承认过去三百年人类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是英美自由主义, 然后还有一个跟日常生活相关, 就是国际交往第一语言就是英语嘛, 现在就是, 就是国际上主要就是说英文的那个传播最快嘛, 你打广告还是英文广告好, 还有那个那个学术读作发表还是英文好嘛, 那个最好的英文康目全是英文的, 对不对, 所以英文好孩子就业机会就多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重视英文教育嘛, 对不对, 你们家小宝宝送到双语幼儿园, 把那个学费就贵好多了, 对不对, 而且还进不去, 是不是大家在看过这个段子去年底, 我们北京海淀一个年轻妈妈, 让孩子从普通幼儿园进那个双语幼儿园园, 结果要跑试, 那个妈妈跟那个老师介绍, 我孩子四岁了, 掌握了一千五百个英语单词, 够不够? 就跟那老师讲, 四岁的宝宝掌握一千五百个单词, 那在美国是绰绰有余啊, 但是在海淀区那是绝对不够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把我们还是年轻妈妈给折腾死了啊, 这个后面是什么, 确实是美国的文化优势, 你掌握这个它有点优势的, 对不对, OK,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英美就是混得好, 为什么混得好, 人家就是有贡献的吧, 咱们中国为什么混得不好呢, 也跟这个三次工业革命有关, 这个这么讲,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啊, 英国人呢就就流了啊, 就要进中国市场啊, 原来呢英国挺怕中华帝国的, 他们占领了印度赤大陆, 占领了东南亚, 占领了西亚, 他不敢进中国, 也等到工业革命呢, 他就来了, 工业革命以后, 英王啊, 连续派, 就是陆续派了三个市场到中国, 要求跟中国全面通商,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是谁管呢, 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是很优秀的一个中国皇帝啊, 但是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他很优秀, 因为优秀, 他傲慢, 因为傲慢, 中国就失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英王每次来啊, 就英王的史上每次来都带很多礼物给他, 这个礼物呢, 很显然啊, 是当时最好的工业产品, 医疗器械, 天文仪器, 包括枪械啊, 好多东西都给他了, 但是很有意思, 乾隆皇帝啊, 对那个英国的礼品来, 照, 笑纳, 照单全收, 留在故宫, 留在礼合园, 留在园里玩, 现在到故宫这个珍宝馆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 但是很有意思, 人家的工业产品比起好吧, 你应该反推啊, 工业产品好, 肯定工业比我先进啊, 工业先进后面就是技术和管理先进啊, 技术管理先进后面就是教育制度先进, 应该这么反推吧, 因为这块钱的也很好玩, 东西他笑纳了, 自己玩啊, 他就跟那个大臣们讲, 说这些东西啊, 全部是奇迹名巧, 雕虫小弟, 老子就是不学, 于是拒绝中英同商, 于是中国就跟第一次工业人名叫, 实质交叠了,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贷代价了, 1793年, 英王的第三个使团叫马卡尼使团, 离开, 很失望的啊, 离开了北京, 过了46年, 1839年, 也是英国的舰队就在炸了我们那个火门炮台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国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因为傲慢就不要, 然后就落伙了, 第二次不一样, 第二次工业革命呢, 是1860年代,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失败, 一次亚格人战争, 二次亚格人战争, 中国就出了一批明白人, 然后他们是谁呢, 就是洋务运动派, 代表人物呢, 应该就是这个郑国关, 左宗棠, 张之洞, 李鸿章, 还有咱们交大的创办人啊, 盛宣怀啊, 还有蓝铜企业家张姐, 还有最近那个七十几年去看过他那个纪念馆, 给他点赞了, 很肯定他的, 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经营, 知道要学人家工业化, 但非常可惜啊, 他们这个努力失败, 第二次工业革命要学, 他们没学成, 一个是国内啊, 有很多问题, 就是, 虽然, 这个洋务运动派有个什么特点, 知道吗, 主要是南方, 从湖南湖北开始, 还有广东, 还有上海这一代的汉族精英, 北方的那个满大人啊, 全部反对, 全部反对, 那个内部阻碍重重啊, 外部呢, 有近地, 就是日本, 日本共民一块儿学的西方, 学的比我们好, 然后在西方的支持之下, 打了我们, 贾武一张, 我们败了, 败了以后, 割力赔款了, 现代化的资本就没了, 所以初期现代化努力就失败了, 而日本, 利用我们的赔款来, 实现了产业升级, 从清工业, 风跳到中央, 是吧, 他的现代化成功了, 我们现代化就停顿了, 拉开了距离, 然后就酝酝了后来的灾难, 日本全面前华, 这个, 这是前面两个次, 第一次不学落后了, 第二次学, 没学成功, 爱达了, 那中国整体是幸运的, 第三次在我们学好的, 1946年, 西传级革命爆发, 1949年新中国成立, 那么新中国这一代领导人, 尤其是他的核心领导的毛主席, 哎呦, 对工业化特别重视, 今天如果你们有兴趣, 回去查一下毛选五卷, 一定会得到这个影响, 毛主席对工业化的重视, 那是无与伦比, 毛选五卷, 几乎每一篇文章, 每一次讲话, 毛主席必谈工业化, 毛主席对工业化认识, 是深刻, 是执着, 它是晚清民国, 没有任何精英可以比的, 而且在同代领导人里面, 它是最坚定的, 是吧, 它对的, 它抓到了近代历史的本质, 然后它不仅是重视, 而且它动员能力太强大了, 做到, 是吧, 我们中国的工业化基础, 就是他们那代人奠定的, 这个, 首先呢就是资本积累, 工业化是需要巨额资本的, 它跟农业不一样, 农业不说你们家买十亩地一头牛, OK的, 对不对, 工业不一样, 工业越现代的工业投资越高, 比如现在那个搞那个芯片, 投资一百个亿人民币, 我跟你说一个水响都没有, 这几万亿才能搞出来, 这个工业是需要那个巨额资本的, 然后西方那个资本怎么来啊, 就抢了, 生抢了, 欧洲人把南北美洲, 澳洲, 非洲, 亚洲都抢了呀, 我们中国是没有地方的, 我们中国的工业资本是怎么来, 就是苦出来的, 就我父亲那一辈, 你们年轻人的爷爷那一辈, 知道吗, 建国头三十年那一辈, 深深地苦出来, 这时候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那个居民是农民, 农民特别苦啊, 农民基本上干一年, 收入不到一百块钱, 是不是, 工人呢, 人数很少, 待遇好一些啊, 好也好不到哪去, 包括上海, 上海工人干一年, 总收入不到六百块钱, 不是说他们创造的价值少啊, 而是国家的战略, 就是把那个盛利天下的全部拿去积累了, 是吧, 而不是分配的, 西方国家可以把孙子的钱分了, 大概过得很爽, 毛泽泽这一代是把孙子钱赚出来了, 是吧, 所以中国的工业资本这么来的, 你资本有的技术不总不行啊, 因为现在的话是挺高级的知识系统啊, 怎么办呢, 学啊, 学得挺好啊, 先学苏联, 后学美国啊, 现在看起来这个学的技巧特棒啊, 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是不是一面倒, 美苏冷战我们选择一面倒, 取得了苏联信任吧, 苏联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百五十个大项目, 一百五十个大项目是人类工业化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知识传线转移, 知道吧, 一向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技术, 然后我们学得差不多了, 就跟苏联闹翻了, 自学啊, 我发现自学效果不好啊, 然后七二年就请一个钟来嘛, 什么锦江宾馆啊, 上海的公报, 然后我就开始学美国嘛, 这样呢, 两大高手都去了, 对不对, 能战两大超级大口, 苏联美国, 按照这个武侠小说的说法, 就是两个一等一高手, 对吧, 其实他们都是生乏来学技, 都不会传记于人的, 所以学一家都不容易, 结果毛主席把两边都学了, 是不是很牛啊, 今天还有一些傻子这分子, 屁股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应该学印度, 两边讨好啊, 那都是傻, 小知识分子的小聪明, 两边讨好, 我告诉你, 谁都那个得不到信任, 谁都学不到, 对不对, 只能破释这种钟, 把柄一边走, 绝对性能, 然后产生真学到分子, 是不是这么一道理, 这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资本是靠自己苦出来的, 然后技术呢, 就通过这种巨大的战略变化, 从两个高手来的学习, 结果是什么, 结果三次工业革命确实是西方的, 它是中国学到手, 然后到了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中国追上去了, 现在就是在计算机革命网络阶段, 网络线最新的技术是叫5G, 5G中国是领先的吗, 网络现在的主要应用是不是电商, 电商中国是领先的吗, 是不是, 因此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中国追上去了, 那么追上去的结果就对未来有影响, 未来我们的人也正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啊, 我个人建议啊, 你们找投资注意, 假设施工业革命主要是五个方向, 第一是石墨基, 就新的工业材料, 现在所有的电子原件都是硅材料吧, 硅基材料, 对不对, 硅基材料已经到它目的极限了, 下面是碳基材料, 碳基材料现在谈论最多的就是石墨基, 如果那个材料成熟, 那么就会引发作业革命, 第二呢, 就是基因工程, 第三人工智能, 第四是什么, 量子科学, 第五是核聚变, 这五大鱼酝酿的人类, 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那么其中呢, 量子科学和那个核聚变呢, 它离成功就比较远了, 但是前面三个, 碳基材料, 这个基因工程, 和人工智能, 未来十年就可能有突破, 突破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 所以你们搞投资战, 盯在前面三个, 那个后面那俩太难了, 我们私人资本不用投, 就等着国家去投, 那个, 但前面三个啊, 可以有机会的, 那个,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这五大领域呢, 是人类的那个最前沿, 美国现在最好, 但是知道我们骄傲, 就是我们是紧追美国的, 然后我们把那个欧洲, 日本和洛斯都甩到后面去了, 所以呢, 结论就是未来十年, 人类会迎来最伟大的事件, 第四次工业革命, 然后最后的是中美同态经济, 这个将是就是数百年未有四大美举, 对不对, 最后一个心态叫新的全球治理啊, 新的全球治理呢, 是这么一个逻辑, 就是我们人类啊,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啊, 其实是不来往的, 知道吧, 我们欧亚大陆的人, 根本不知道美洲、澳洲, 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 但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呢, 人类就成了一个整体, 人类成为一个整体以后呢, 全球化就开始了, 那么有全球化呢, 就有全球治理, 对吧, 那么过去全球治理全是西方治理, 那进入本世纪, 尤其是十八大习主席执政业台, 中国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 所以全球治理就到了一个新阶段, 叫中西共治, OK, 这就是第四个心, 好, 四个心讲完了吗, 我们做一个归纳啊, 以后会发现这四个心都跟中国有关系, 对不对, 第一个心, 新的全球格局啊, 中西平衡, 为什么, 东升西向, 东升随身啊, 中国是吗, 第二个, 新的那个心理变化啊, 现在的话有新模式, 什么模式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个心, 新的工业革命, 谁主导, 中美主导, 第四个心, 新的全球治理, 中西共治, 这都跟中国有关, 因此我的结论呢, 中国其实是全球大变局的主要推动者, 学术一点讲, 中国是百年变局的最大质变量, 最大质变量, 很多中国学者不同意啊, 说中国, 哪有资格做最大质变量啊, 我们大梁山人民还来吃草呢, 但是我这个分析, 其实是美国人同意的, 美国就这么看啊, 中国就是最大质变量, 这样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美关系一定变差, 知道啊, 因为我们起来了, 在工业化技术上起来了, 然后真的改变美国领导的这个世界体系, 于是我们就有五大矛盾了, 第一矛盾就是身份矛盾, 我们中国是变化者啊, 按照美国人的出版, 就是revisionist country啊, 就是修正主义国家, 而美国自己是什么, 美国是最大的利益集团, 西方的那个领导, 所以他的身份是现状维护者, 我们现状改变者, 这是这个冤家, 第二矛盾就是力量矛盾,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老大, 然后现在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 然后国际关系里面老大一定是真老二的, 他没有办法, 天然人家, 第三个就是制度矛盾嘛, 对不对, 我们是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 他是提倡多党民主的, 对吧, 我们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不同的, 那个第五呢, 就是文明矛盾, 他是一神教文明, 我们是个世俗文明, 对不对, 他觉得他们家挺多, 他就觉得他们家上帝最为大, 那比那个真主, 比伊斯兰真主伟大, 比那个印度教的师婆神伟大, 比那个以色列他们信的那个耶和华伟大, 我们家上帝最牛,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 说我们家上帝最喜欢我, 我是上帝的特殊选民啊, 然后看到中国学习, 他就无法理解了, 我们家上帝都不认识你啊, 不能比我好, 那这不科学啊, 这不对啊, 他不对啊, 真的很奇怪的, 我经常跟美国人讲, 我说你们家上帝啊, 这个没那么伟大, 因为我们家还有绿黄大帝, 这个, 反正我们俩文明不一样的, 最后还就人主不一样的, 这个美国的主体精英还是白人, 他尽管有希腊的一些, 这个非白人精英, 他是主体还是白人, 而白人呢, 坦率讲近代混的就是很好嘛, 这几百年是吧, 现代文明从那个欧洲开始, 欧洲白人主体嘛, 就是客观上啊, 这几百年白人混的挺好的, 各方面比较先进, 所以他自然有一些集体的傲慢, 看不起有色人种, 我给你讲, 他们最看不起的是棕色人种, 就是澳洲人, 澳洲土著, 因为他实气是白人, 然后呢是黑人, 然后是黄种人, 这个要比诗变的, 因为我们还在上面啊, 但是他必定看不起你, 你知道吗, 这个, OK, 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基本情况, 他们那个, 就是, 人主上他就有点看不起你, 如果我们是白人, 他就不接受一点, 黄种人他心里难受, 那个, 就为什么中美关系必定变差呢, 其实有这种结构问题, 因为中国文言化全方位举起, 然后肯定对县城秩序有重复, 然后美国这位秩序的维护者肯定跟你有矛盾, 具体讲不大矛盾,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中美关系必定变差, 而且这个矛盾啊, 挺复杂, 应该是近代国际关系史最复杂的矛盾, 知道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 使得这个中美的矛盾呢, 更复杂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现在内部有问题, 美国很多问题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通信化, 就是过去就71年呢, 美国耍了一个赖, 耍什么赖呢, 大家应该知道, 1945年是美国搞了一个, 那个破裂症生命体系, 就二战快结束啊, 美国就在新英格兰啊, 一个小镇叫Bredenwood啊, 开了一个会, 就是把, 就是反法新资阵营的主要国家请去, 咱们国家产生部长也去了, 那个, 然后在那里就达成一个协议, 说, 你们各国的汇率盯着我, 然后我保证我的美元盯着黄金, 哎, 你们央行啊, 可以拿美元到我这换黄金啊, 三十五美元换央行, 这个大家同意了, 请注意啊, 布雷登森林体系, 实际上是一个金本位制度, 对不对, 它是挺靠谱的吧, 哎, 结果到了1971年呢, 美国突然发现, 说人家黄金快没了, 因为四五年, 他们家有两万多黄金, 到了71年呢, 一算就只有八千斗了, 百分之六十没了, 然后他就急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跟普遍商量, 单方面宣布, 从今年开始老都不换黄金了, 那个, 你美元留着自己用嘛, 于是美元当天就贬值很多嘛, 日本政府啊, 一个晚上损失了三百亿美元,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外汇储备全是美元, 是吧, 那个, 然后后来那个, 然后从这个71年开始来处理个问题啊, 就是美元的发现, 没有硬约书的, 以前金文位的时候也是有硬约书的, 后来是暖约书, 暖约书是很不靠谱的, 他也是浪发嘛, 浪发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啊, 金融业特爽, 是吧, 金融业不用辛苦, 倒是一美元就行了, 反正你们都用, 而实业就不去, 实业辛苦的做啊, 还赚不到几个钱都得, 于是, 低端的没有利润的实业, 是不是全离开美国了, 就人类有一多半的实业, 已经永远离开美国了, 现在留在美国的一定是利润很高的, 对不对, 那么虽然对美国的这个公司利润很好, 股东很好, 华尔街很好, 但实际上对美国整体的国力是不好的, 因为你有一半的产业没有以后, 这个国力是很空虚的, 是吧,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啊, 他看上去啊, 还是这个身体很好, 挺壮的, 其实天天在那偷偷吃那个百年老三生的, 其实是身体不行了, 他是大腹堵出来的, 这个时候看着中国觉醒他就急了, 所以他会反应过度, 是不是, 这就是使得我们那个中美关系就更复杂, 客观结构就很复杂, 加上游戏的一方, 精神有点不正常, 就是这个关系很难除啊, 那么,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结论了, 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原来讲的西方为什么近代崛起, 因为它率先工业化, 率先阅露到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什么呀, 是现代制造业, 就是大机器生产, 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这个, 那么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讲, 掌握现代制造业是最关键的, 谁有现代制造业, 谁就能够立于这个独败之地啊, 谁没有现代制造业, 人在做钱在做被人家打, 今天在中东啊, 天天在上演这个悲剧, 中东最大的民族叫阿拉伯人, 他们是不是有二十二个国家, 有些国家很有钱吧, 那个沙特拉伯国, 阿联酋, 科威特, 卡塔尔很有钱啊, 有人有钱, 但是是不是天天被六百多万, 有他人羞辱, 天天被羞辱,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啊, 是那个, 我刚才讲的十一亿西方同盟里面的一员, 他可以用十一亿西方的科技成果来打你, 你知道吧? 他站在那个工业文明的高端, 你是那个农业文明, 当中效力比较接着一个游牧民族, 表面是以色列打阿拉伯人, 其实是那个高端工业打低端农业, 所以他随便打你, 像玩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近代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近代历史的本质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核心是制造业, 所以谁有制造业, 谁才能够立于现在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真正能掌握现在制造业的国家很少的, 工业化二百五十多年了, 但是真正掌握现在制造业的国家不超过二十年, 全部在北温带三个地区, 东亚、西欧、北美,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经济三个中心, 而在这三个方面只有两个方面, 东亚方面是鲁匠文明, 西欧、北美方面是新教文明, 你们有些人去过欧洲, 你会发现南欧的天主教也许, 东欧的东方教会地区工业也不怎么样, 欧洲的工业是集中在德国, 和周边那些类似啊什么, 十几个小国家, 这是什么地方, 是新教发源地, 北美工业在美国嘛, 北美三个国家,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墨西哥是天主教国家, 工业一踏不动, 这就是一个基本实施, 不是每个西方国家都能工业化, 西方当中谁厉害, 改革以后的新教国家厉害, 那么非西方呢, 只有鲁匠文明可以, 其他都不行, 非洲、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 南台、那种都不行, 他在讲这有点残酷的啊, 因为近代历史是工业文明, 制造业是根基, 但是掌握制造业来就十分这一国家, 很长途啊, 但是我们很幸运, 我们掌握了, 我们是在二十个国家之一, 十分这一国家之一, 我们掌握了, 谁让我们掌握的是新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 是毛泽东, 所以中国历史必须四九年化解啊, 四九年以前, 我们的文明, 历史的基础是农业文明, 四九年以后是工业文明, 知道吧, 两文明基础是不一样, 历史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一旦我们工业化了, 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 因为我们十四, 就光是中国大陆是十四点一亿人, 对不对, 加上台港澳十四亿人, 海外华人还要加起来十五亿多, 我们光是中国大陆, 十四亿一千万就超过了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西方, 他们加起来不到十一个亿, 英国工业化一千万人, 美国工业化一亿人, 我们工业化十四亿多人, 前无五人, 而且我相信后无来者, 因为未来有两个地方人口不用多, 一个是非洲全部加起来, 人口不用多, 现在还是少一点, 现在十三亿, 未来肯定比我们多了, 第二个呢, 现在印度人口会超过我们, 但大家放弃, 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 他们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工业化, 他们就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 印度要讲工业化, 必须经历一场极其残酷, 但极其伟大的社会革命, 这个社会革命需要一个伟大的党, 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 而印度永远没有毛泽东, 知道吧, 这逻辑上它走不出来这个困境, 那么中国工业化了, 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规模的文化, 这是当今世界最伟大, 最重要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我告诉你, 我观察大部分知识经营, 包括中国知识经营是不重视的, 你不重视这个, 你就看不清楚世界大事, 但是美国人感觉到, 所以美国人就急了, 要动手了嘛, 于是中美关系就变差了, 那么中美关系变差, 确实我们外部环境就变差了, 然后外部环境变差, 中国就要调整战略, 我个人理解去年10月26到29, 在京西宾馆开的19届五中全会, 是做了重要调整的, 五中全会的基本任务很简单, 就是对十四五规划, 2035中期发展纲要, 还有2027军队百年规划, 进行协调, 这个任务完成了, 今天两个月也都通过了, 也通过了, 但是我现在强调的, 不是这三个规划的内容, 而是三个规划, 制定过程当中的精神, 我认为去年五中全会在战略上有三个心, 这三个心一定要记住, 这是因为是中国未来的打法, 第一就是有了新的发展战略, 双旋环, 以前呢, 我们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战略叫, 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国际大旋环, 那个时候可以, 为什么呢, 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特别穷, 那个时候年轻人特别多, 所以就业压力特别大, 是吧, 年轻人要工作, 但是我没钱, 上不了项目, 怎么办呢, 小便当时来遭受了, 说第一, 承认个底户, 你们自我就业吧, 解决了一批, 但是那种个底户啊, 就业质量是很低的, 知道吧, 就倒卖袜子什么东西, 要国家产业升级还在高端, 高端没钱怎么办, 引进外资, 然后大量的外资就来了, 这里面有国际资本, 有台港澳资本, 有华侨资本, 那个, 就双银, 国际资本在中国啊, 找到了非常优秀的劳动力啊, 赚得很满不满, 我们国内也有, 也有那个, 也有那个, 收获是吧,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 这个解决了就业, 获得了国际市场, 是吧, 然后具体的收获, 我们获得了资本, 获得了技术, 获得了管理经验, 市场渠道, 品牌意识, 是吧, 双赢啊, 那现在呢, 这一套游戏不行啊, 为什么, 现在啊, 第一, 美国和五眼国家, 不能用这个循环啊, 对吧, 你来参加高考, 他在门口, 你这个组考证错的, 给你撕吧, 不浪不去吧, 还有一个呢, 因为疫情啊, 因为金融危机, 这个循环又循环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特观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呢, 是从国内市场上的, 八十年代国内市场特别小了, 现在国内市场啊, 大了跟美国差不多了, 所以这种变化就导致什么, 导致, 我想就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 从国际大循环变成了双循环, 内循环为主, 这是第一啊, 新的发展战略, 第二个呢, 现在就是新的发展方式, 我们原来的发展方式主要是资源投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影响, 就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我们国家最繁荣的地方是长三角, 左三角,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 大量的工厂, 是不是血汗工厂啊, 就是靠这个劳动力进行的东西啊, 现在这个方式不行了, 现在所有的资源都贵了, 劳动力贵了, 土地也贵了吧, 其他资源也贵了嘛, 所以现在还像你啊, 以前那样啊, 投入资源复勤的, 所以必须改, 怎么改来, 创新驱动, 而这个创新不能从外面买技术的, 自我创新, 所以我们的增长方式变, 从资源投入变成自主创新驱动的增长, 第三个就是开放形式变化, 我们改革开放是携所并进的, 开放是很重要的啊, 现在中央提的双切怀疑, 现在是担心会不会封闭啊, 我们中央的有回答来说, 不是封闭, 不会开放, 但是请注意, 它这个词改的, 它叫高水平开放, 高水平开放我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战略层面的, 原来我这个开放就是什么, 衣服型开放, 就是因每一个制度我们去参加, 对吧, 现在不是, 现在是以我为主开放, 就是我们搞一带一路, 搞那个RCEP, 搞湄公盒开放, 不是我主导的, 从衣服开放变成我为主的开放, 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 以前那些引进外资, 什么阿猫我都要的, 现在不是, 现在外资在那些活的环境肯定不要, 对不对, 技术含量机我不要, 有助于我产业升级的我不要, 对不对, 选择性的引进外资, 加上那个主导性的开放, 这就叫高水平开放, OK, 这就是我对委中全会, 后面精神的解读, 上个新, 新的发展战略, 双循环, 新的增长方式, 自我创新驱动, 然后新的开放, 名义叫高水平开放, 实质是以我为主的开放, 这是新的我们的自己发展战略, 然后你们以后做公司, 或者搞地方政府, 就要跟中央的天生三个新靠近, 比较容易成功, 对吧, OK, 时间的关系,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是我最早讲的一个情况, 我上面讲的, 不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一己之见, 不是什么正确答案,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们理解形式, 理解政策有点帮助, 从而让你们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再次谢谢大商会, 谢谢王总,